各位帝座大家早安 我想有关裁员这个部分 我继续先做一个说明 那有关这一次提出来的 从阳庆老眼睛 因为其实如果是放宽 发放了一个标准的话 事实上会增加我们补补税出的一些支出 那我先就我们补补近几年来 税出的一些状况做一些说明 那就以近几年来讲的话 我们的税入税出 其实在预算编列的部分都是有缺口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税入是不足以支应税出 那如果说以最近这一年的 就是108年度 机关进入编列来从未会省力通过的预算来看的话 我们的税入是1599亿 那税出是1645亿 整个缺口就是税入税出的差短是50亿 那我们还要依公共账法的规定 继续编列还本 那我们108年度编列还本是75.8亿 加起来50亿加75.8亿 整个的资金缺口达到126亿 那如果以最近各机关提送过来的预算109亿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正在审查 但是就以各机关所提的税出的需求 也已经达到了将近1900亿 1890几亿 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但是在我们的财政局这几年的一个税入的状况 我们跟财政局这边有一个协商 在盖算筹编的时候 有跟他们协商其实他们大概能够维持的就是 维持到108年度的税入的规模 大概是1600亿 大概是1599亿 就差不多是1599亿 大概就是1600亿 但我们因为税出增加很 税出的需求很多 我们当然就希望说 我们的财政局这边能够在税入的部分做努力 不过我们在最近的一个协商的状况 说到财政局在税入的部分 其实要去筹措 就是要去成长税入的部分 成长空间是有限的 但是因为刚才讲税出增加那么多 包括我们的教育均费 包括我们的金件支出 包括我们的 尤其是在社股支出的部分 那在教育支出的部分 初步我们在跟机关了解的状况 109年度教育提出的预算 整个在教育均费的资金缺口达到48亿 在社福设施 我还没有讲到社福的合力 就是社福设施 包括类似像广池国外园区 他因为有社福设施的这个部分 需要有一些经费 资金缺口达到16亿 那我们还有其运的资金 西亚龙金也有记得 请说 听取台北市政府年度预算报告 我觉得这些说明 好像跟我们今天有点文部对比 所以文部对比 市长请你简单报告 把整个台北市政府的预算 做一个报告以后 跟我们这个案子没有息息相关 因为财务的操作 是由市政府去做调部 如果说你们把整个市政府财务的缺口 讲了一大堆 那因此就不发这个钱 那如果缺口一百多亿 那你很多钱都不用发了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没有办法 帮助到我们 理性的讨论这个案子 只会知道更多的大家的对立 所以我觉得你们基本上是 拿一个很大的一个财政缺失 要来压我们台北市法规会 因为你们欠那么多钱 财政缺失那么大 所以这笔钱就不能增加 但是我觉得财政的支出调控 是可以去运作的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全中华民国 除了台北市以外 其他六都也好 穷坑的县市也好 都有发这个重阳进导礼金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问一下新北市 他在发这个重阳进导礼金的时候 他的财务调度是什么 我们专门就重阳进导礼金 各县制政府的财政分配调度来讨论 而不是说你拿一个这么大的帽子 台北市欠了多少亿多少亿 来跟我们做讨论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 漫无边弃 胡乱拿这个大炮跟这个小鸟 一起来对打这样的讨论方式 所以主席是不是才是 我觉得他们这样的报告 基本上是污入本法规会 那个报告召集员 我可不可以简单就这个 财政局这边讲的 马上刚开始讲的一些事情 我就以言简意外的方式 跟召集员跟所有的委员报告 就是依据财政纪律法 他已经明示第一条 贯彻零期预算精神 维持适度支出规模 严格控制预算 岁入岁出 差短及公共债务的余额 那么就是明确也表示说 零期预算者在使管理当局 在每一年都要从零开始去 就年度的预算高低 重新审视其业务活动 也就是说我们台北市高达 一年1590几亿的预算 那局长你现在讲了一大堆 请问一下1590几亿的预算 你们每一年有从零基准去考虑过吗 那法务局长昨天也公然回说 这个第五条写了 因先具体指明弥补资金之来源 那现在本期就是给各位局长 还有现场所有的议员 一个我们所就由律师团做出来的功课 就财政纪律法第一条 贯彻零计算预算精神 所以也请局长你不要顾左右而言 他就称入这个情议院讲 你把这个格局放的那么大 区区1600亿进1600亿 去年我们议会还三个6.9亿 然后你说你们的财源短缺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让大家幸福 以上谢谢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上次为什么要他们提这个报告 这是法律你要有一个相对收入来源才需要 才有立法的条件 所以现在主要是他们要报告 你们有立法的财 相对来源我们才能够审查这个内容 所以他一定要先报告你们 是啊就是三议员 所以说法条上面甚至要明文规定裁员 就像中央的长照2.0 他要明文规定说我的来源叫做燕娟 要有相对的东西这个才符合 所以现在三议员这个我就是很支持你 我同意 所以他们讲清楚完之后 他们讲出来源 那议员提案也要讲出来 对 我们其他人才能审 但是现在三叹议员 我现在就是很失望 我只是说很失望的 就是我可以据时据地点 据时间据内容 我们请的财政局都到我们这个办公室 已经开过会前 我们在法规会 对 我才说局长 你们不能来跟议员开会的时候说 没有多少钱小问题 裁员无区 然后到了法规会说有一些困难 不能双面标准双重标准 我只是说我可以据时据会议结论 据报告告诉我们的法规召集人 你们来开会的时候说没有问题很好编 而且很快就可以编好 到了这个这个法规会的时候讲说 有问题 你们不能够 你们怎么能够站在科威者一个人的这边呢 我觉得按照刚刚大家的讨论 我们可以要求社会局市政府 第一个基于灵机预算的精神 所有预算归零重新编列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编下一年度的预算 要全部归零以后 重新审视哪一些预算支出 可以删除 哪一些预算支出不够要增加 哪一些预算是新编预算 所以第一步请你等一下 基于灵机预算的精神 以台北市政府 以社会局立场来讲 假设我重新归零 我现在要重新编整个社会局的预算 以及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预算 哪些要删除 哪些不足 哪些要增加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请你报告一下 其他各县市 他们在筹措 从阳进劳理金的财错 财务来源是什么 我们可以比照办理 其他各县市是怎么筹措 我们就比照办理 那筹措这个金额 你可以重新分配预算 这都是财政来源之一 就是我把市政府的预算 重新分配 这就是财政来源 要不然你可以举赞 你可以挪用其他的 比如说哪一个项目 今年我们是废纸了 我们市政府不再做哪一个项目 我们就把那个项目的预算 拿到这里来 以上 事实上本来我是想说 让主题处好好说 但是梁处长根本 以我主席这场是居心不良 你办一堆那些旧账给我听干 是吧 而且还有一个 我他提醒你一件事情 梁处长 当柯市长用2.75亿的预备金 去编 国财市场跟鱼市场的 那个所谓中继战的冷空库的时候 你说你没钱 结果他改成预算的时候 怎么突然蹦出来 中央部的那个统筹盘的差额 所以主席出来有责任 跟义务跟议会明说 你那个暗砍的钱到底有多少 你有多少的资金的活口 可以拿出来做支用 今天这是一个讨论的空间 不是听你诉苦的地方 再补充一下 那个2.75亿的预算 你们到民进党团去说明的时候 还坚持到民进党团支持你们 用二倍金 结果呢 刘耀仁 私下规劝了以后 柯文哲就欣然接受 他就同意 改为追加减预算 这个 是我在一场 问柯文哲 柯文哲公开答复的 每一个字 我现在讲的 在一场都有录音 所以这个预算 你们原来说没有钱 你非要用二倍金到民进党团去报告 还坚持 结果刘耀仁 私下规劝了柯市长 柯市长 幡然悔悟 从善如流 改过自新 立刻从二倍金 改成追加减预算 我们也已经审议通过了 所以这个翻手为宇 副手为宇 今天说这样 下一秒说另外 另外一样 你们市政府是经常在办这样的 变色龙 变脸秀 好 请 谢谢张吉隆 我们一会各位同容 市府 各位官员 我今天不跟大家谈法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阿嬷的故事 怀念阿嬷的味道 我小时候是我外婆带大的 所以我记得每一次 我只要从美国念书回来 我的外婆 就会匆匆忙忙去菜市场买 去做我最喜欢吃的油饭 记忆中阿嬷的味道 到现在我的阿姨 我的舅妈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出阿嬷的味道 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都有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他们都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个长辈 我想问大家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健康 那要健康的身体 首先要身心灵快乐 要有开心的心情 现在全台湾 只有我们台北市 没有发这个重阳敬老金 如果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可以为我们这些长辈带来开心 我们为什么不做 而且我更想请教这些 为某些因素而反对的朋友 发给这些长辈一点点小小的小 好确信 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有影响到你什么权力吗 真的 我想语重心长的告诉大家 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也许今天你站在这边 为某种立场你反对 当你六十五岁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 也许你会反对 那一年在台北市议会 我为什么要反对 这重阳敬老金 那是一种心境的不同 为什么我们不能 不能给这些长辈 一点点的小确信 所以我今天 不从法律的层面来跟大家谈 要谈法 再说各位前辈 很多都是专业 我们讲不于你们 但我想跟大家说 请想想你记忆中 阿嬷的味道 想想记忆中 这些长辈 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 付出跟贡献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位置上 可以为这些长辈 争取那么一点点 小小的心意 我觉得我们今天会竭尽所能 那我想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 跟大家的意见 但我还是希望着急 我们今天 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进入 逐条的讨论 大家什么意见到大会去 大会是所有的议员都在那边 你在公开的表达你的立场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谢谢 好 在开始审刀之前 我还是要请主席处 针对刚刚所谓议员的指证部分 你是针对重点 不用把那些跟这次审查 无关的东西拖扯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裁员 以及如果没有裁员 议会如果有这样的需求 你筹筹的状况是怎么样 你必须再这样清楚地说明 不需要说的东西 不要让对本会的事情 谢谢赵吉仁 谢谢各位议员 我想我刚才前面陈述 当然是要整体让议员 更了解我们最近的财政状况 当然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 每年的税务裁员 刚才讲的毕竟是有限的 所以在扩增公共债务的前提之下 当然我们施政有优先顺序 那当然议员有垂询到 其他地方政府 他发放的裁员在哪里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但是初步上了解是各级地方政府 就是县市政府 包括其他的自家市政府 我们了解的是 他们是有举债的 所以他们有缺口的部分 他们可能就会用举债的方式来经验 那刚才议员有关心到 零基预算的部分 刚好我们今年有特别请几个机关 因为我们去年有三个机关 在事办零基预算 那我们今年也有请五个局处 来办零基预算 那其中社会局也是正好是今年 我们列入零基预算检讨的单位 那初步上他们也把零基检讨 哪些可以检验 然后检验的部分可以容纳 因为毕竟裁员是有限的 如果不去零基检讨一些不需要 或不具效益的一些项目的话 事实上新增的计划是容纳不下去 所以今年社会局有检讨零基预算 但我们重点是从经厂支出来看 那资本支出的部分 因为大部分都是新增或延续新的 所以这部分是透过成本交易的分析 来做处理 但是在零基的部分 我们就请社会局 在经厂支出的部分有做检讨 那如果各位役座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请社会局这边提供资料 给役座参考 那刚才整体报告来看的话 事实上就跟各位招贤跟议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的整个税入税出的缺口 是很大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今年的税入税出缺口 还有包括依公共债务法 必须仅在整个额度 这个缺口如果没有相关的裁员 可以来益助的话 势必可能就有可能会进入主债的方式 但是市长对我们一直在提醒我们 原则上不再有祖孙 所以今年我们1090度的预算 整个筹编来讲 市长还是给我们一起是一个原则 是不主债的预算编列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部分 我们积极努力的这个机关所提的盖算 我们在进行审查 以上补充 请问一下 主席 他说明几项 第一个 你这个老人共餐 他的财务来源是什么 第二个 你的饮法族的那个乐国游去旅游 他的财政来源是什么 第三个 你石头汤的计划 他的财政来源是什么 有没有法源依据 然后你这个老人共餐 每个人补助40块 他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现在你克文哲答应 下一个年度开始 从40块增加为50块 他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他的财务来源是什么 请先回答 召集人还有各位议员 那关于那个秦议员这边提到的 这几项呢 包括就是老人福利付点 共餐 然后包括进牢卡 还有石头汤等等 他的相关的预算 都是来自公务预算 或者是公财的预分配 这两大项 第一个法源依据 第一个再讲一下 老人共餐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包括一座 共餐是老人福利法 等相关规定 是 老人福利法相关规定 哪一个项目说一定要老人共餐 没有 没有 每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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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项的法源依据都告诉我 另外刚刚一座也有 每一项 一项一项来不及 老人共餐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除了依据以外 也把每一项的预算 多少 对 都一起说出来 现在说 你不是书面来 我们就修贵 你提完书面再说 他们要把每一个预算 都要讲出来 你要 引法旅游 金元要求很清楚 你去年度增加了好几千万 做引法族旅游 他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财务来源是什么 你那个敬劳卡 480点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财政来源是什么 石头汤计划 法源依据是什么 财政来源是什么 还有 今年 老人共餐 从40块要增加到50块 会增加多少钱 法源依据是什么 可以增加10块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财务来源是什么 上礼拜又要求他们提供这些资料 而且每一项都要预算 然后跟法源依据 先法源依据 先法源依据再给我计算 计算依据 计算来源 投措的来源 给你10分钟 现在准备 不准备的话 那不只是打屁股了 好 这个召集人还有各位议员 那我们那个 有关老人共餐的部分 主要是老人福利法第27条 念出来27条是说什么 主管机关应该自行或结合民间支援办理下列事项 第一个是鼓励老人相关的社会团体从事休闲活动 第二举行老人休闲比例活动 第三设置休闲 吃饭是休闲还是体育 你告诉我 吃饭是休闲还是体育 吃饭是休闲 那你就不要吃饭了 因为你不需要休闲 吃饭是休闲还是体育 哪一条告诉我 法员依据嘛 我们大家公事公办 你们想做的就什么都有 我们要做的就什么都有 法员依据一向上来 实事求是 就目前的话 在中央的社家组他们有规定 目前全国其实都会推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那营养餐饮是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说得好法员依据秀出来给我看 法员依据秀出来给我看 市教署的公文呢 市教署的命令呢 他要你做你要有裁员啊 法员依据秀出来给我看 而且我觉得从阳进老金我在这边 几个老人我一起 然后用这笔经费 我们办一个休闲活动 我觉得也很符合这边的项目啊 为什么不行 对不对 为什么要你说的算 而且我要跟赵姐姐讲一下 其实我本期非常的抗议这个事情 29号我们其实在议会 第一次的法规会的开会 结果28号 28号你们自己 在你们市政府公告 公告就是说 你们已经提了你们自私条例 你们那么枉费人家三三议员 一直来讲帮你们说 你们提个对案 你们早就提出来 29号竟然在这个委员会 连私自都没有去提 真的很恶劣 真的很恶劣 他们草案 28号就提出来 28号其实是一个草案的预告 并不是市 29号提出来 29号在大会的时候 在我们法规会都不提吗 因为我们没有问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你都敢公告在这个市政府的网站 全民应该知道 更何况法规会应该知道 你们有主动提到 不好意思啊 召集人三三议员 我们其实昨天也有公告了什么东西 你们根本就是在黑箱作业 你们根本就在规避七天 市民有陈述权 不要搞了啦 然后他们 提的案子在上面写 他上礼拜有错 没有他没有提到 28号上也有公告 我要去公计一下 我怕回来 我先讲一下 我还是维持 我还是维持我上个礼拜的意见 这个东西就继续 省下去了 但是那个金额的部分 我认为是不要写实 因为在条文之中 写金额是 不妥当 因为中央的那个 长照法 他也没有写金额 我们的那个 育额经贴条例 也没有写金额 所以金额的部分 不要写 这样子 那 关于资格的部分 资格的部分 资格的部分 我认为是两岸并程 年龄要行 年龄要 年龄要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 年龄加上牌付 那 那 殷小卫议员是没有牌付 但是我认为 有没有牌付 这个是属于 这个政策选择 这个不是我们法规会 可以去审 因为我们法规会 要做的是文字的审作 和他有没有考量 不周的地方 而不是直接决定说 他那个 这个范围多大 所以我认为 这个东西是 两岸并程送大会 大家不要觉得 是这样子 谢谢 那梁议员也特别 就是说我们 对于 对于我们的提案 就是说非常尊重 梁议员的看法 但是要跟梁议员 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你记住在上次的 会议的时候 这个局长还讲 对于上面有金额 可能会有一些疑议 结果他们自己在28号的公告上 他们自己的版本也有金额 他们自己也有金额 那如果他们自己有金额 然后我们提的 我们提的 他们说这个是有法律意义 然后他们自己提的 没有意义 如果他们自己有金额 你们自己提的有金额 然后说 提案建议的是有意义的 你们搞什么鬼 他们自己提的就有金额 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还继续 我们继续 请提供老人公簪的法源依据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找不到就是老人公簪 没有法源依据 对不对 社交公文拿出来就好了 方法交集的协议说 在中央的部分 它是为福部的长期 长照福物发展 基金108年的一般性讲助经费的申请 中央的规定是在这个讲助申请 它是法源依据还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你可以上网这边找给大家看 然后在屏幕上看 它是法源依据还是只是一个行政命令 这不是应该上礼拜都已经准备好的资料吗 刀吉尔 为什么现在才在弄呢 它是一个法源依据还是行政局 还是一般的台 上礼拜已经才是了 奇怪 回答我们啊 回答我们啊 都那么不专业吗 议员还不专业吗 不用心 不用心加不专业 给你十分钟了 还连个法条都找不到 法条都找不到 你凭什么编 还呼噜我们 还来跟我们对抢说 我们现在这个自治条例没有法源依据 原来没有法源依据事情 你们做好做满做很久了吗 主席 这个利用控场时间 那这样子 好像突然安静的时候 我们承办人压力很大 那个 应该是局长压力大吧 承办人压力大算什么 局长还有处长 因为你刚刚在讲到说什么 什么有关于那什么 金费预算的问题 你知道我又可以觉得很奇怪 市政 刚才的处长有讲到说 市政有优先顺序 那现在那个民众人民 还有我们那个民意代表 就认为说 那个床阳进老金很重要 必须列为优先来八棒 那你们当然也要列为那个 那个什么 因为你们要那个尊重议会的一个决议 第二个 我知道预算都是一个 大水缸的一个领路 它会有一些排挤的效应 那可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在哪里 你知道 因为我们台北市 应该是六都里面 我们金费预算都是最多的 最多的隔壁 新北市 它有370万人口 它已经突破400万 他已经突破400万 突破400万 他已经倒在存在370万 他上个月都突破400万 已经400万 已经颁奖了 400万他们有发的重阳进老金 他们的总预算没有我们多 那现在跟我们差不多 没有没有 还是少我们100多亿 我如果一下他就少我们100多亿 因为他的那个税收比我们少 他少我们100多亿 然后他们可以发重阳进老金 他们400万人口 我们才200多万人口 然后咧 这个你又一直在讲说什么 什么税出税入啊 缺口大啊 甚至要举债啊 那这样新北市 新北市还得了 新北市如果要举债的话 还得了 不是啦 我是必须要这个 让大家证实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不要讲说我们台北市 因为台北市 其实经费预算各方面都来得 六都里面都比其他都不好 都来得好 那我们人口数也没有人家多 我们的服务员 讲一句实在话 因为我台北市我也呆过 新北市 以前那个都在当公务员的时候 我也呆过 我们一直认为 以前叫台北市 台北市的时候 我们都说 台北市没进入 都乱七八糟了 台北市还有政府 叫台北市政府 很有制度 很有规划 很有福利 很有条件 很照顾老百姓 现在不是 时空转变 我觉得台北市 你看最爱床新老金 没有发 新北市四百万人口 它照发 因为那是老人家的一个小确幸 我必须在那边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那我认为说 我们这条文还是要继续省下去 继续省下去 然后进入二赌大会 让大家来充分讨论 谢谢 好 现在社会局 这位股市长已经找到了 他现在目前是 这一个讲述办法当中 你不要动用的移目 讲述原则当中 服务项目的东西 第一款 第一项第一款 的第三个 来 官员来访识 下一个 餐饮服务 第三点要餐饮服务 等一下 看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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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玉 来 你看上面 餐饮服务 你不要只看下面 你全部秀出来 不见了 真的 你要看哪一页 就是 对 你现在找到你报告好了 你不要这样跑来跑去 也不夸了 来 你们法 不要再跑了 谁在弄的 不要再跑了 不要再跑了 你们现在说一下 你们法律依据是什么 这是根据中央的长照 因为他每年会规定 一般性的讲述经费的标准 那中央目前是规定 一些全国都要去办理 设计到关怀据点 设计到关怀据点的话 设计到关怀据点的话 他的服务项目 就会有 底下就关怀仿制这四项 那其中餐饮服就是 我们平常在讲的共餐 另外就是如果是结合西吉相弄长照站的话 他也是一样是会提供共餐的服务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社会关怀据点 社会关怀据点的话 只要是 对就是以上的这些团体 有立案的这些团体 或村里办公处跟当地的县市政府申请 那办理下面这四样服务的其中的三样 就是四选三 那其实以台北市来讲 目前有四百四十四个据点 那其中有四百一十五个 目前是有办理共餐的 请问这是什么法源依据 他的预算才是中央吗 中央有 他会有讲述一部分 那其实大部分 以台北市来讲 因为台北市是在 他划分裁员等级的话 他给我们的补助 我们是最少的 没有没有 只有 其实他只有 目前的话 是已经降到十五到二十这样子 所以那其他就先是要自从 这个法源依据叫什么 什么法 这个 他们其实是一个讲述的计划 就用长照服务的发展基金 所以他不是法源依据 他是 他是计划 他是不是行政律律 他也不是行政命令 他是什么 你告诉我 他的位阶是什么 中央的一个行政的计划 行政计划 还不到命令的阶级 位阶 所以他是没有法源依据的 对不对 我这样子表述 对不对 他是没有法源依据的 这个如果是行政计划 他愿意做也愿不愿意做 对啊 所以回答我 第一个 他没有法源依据 对不对 等一下 我们用选择 他是不是没有法源依据 是 还是不是 他是 他不叫法源依据 这是第一点 他没有法源依据 第二 他是不是行政命令 不是 他不叫行政命令 他只是中央的一个事业计划 我们可以遵照 也可以不遵照 对不对 好 我们用清楚了 这第一项 那请问一下 给四十块 你们的依据是什么 然后金额是多少 然后你们涨到五十块 的依据是什么 金额是多少 请回答 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我们是有订定 十四计划 就是说 钱的部分 业务费里面的参备 补助四十 是定在我们的 十四计划 不接近 对 这个十四计划 是什么东西 不接受 不接受 是法源依据 是行政均例 不是 对 我们在十四计划的 这个 第一次前表 部分第一条的 不再会写 十四计划的位阶 是什么 是很低很低 你们内部自己定的 不用经过议会同意 也不用经过任何的 公听会 或什么东西 就你们自己定了 就好了 然后你要改 也就自己改了 OK 好 了解 那 请问一下 你们从四十块 要增加为五十块 是依据什么 好 包括一座 那个四十块那时候 当时呢 是依据公务人员的 误餐费的八十块去打五则 所以是四十块 那因为中央和台北市政府呢 最近 因为这八十块是三十年 都没有调整过的 所以 行政院已经调整了公务人员的 误餐费为一百块 那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呢 所以就评估说 这个八十打五则是四十 一百块打五则就是五十 按照这样子的逻辑再评估 好 你们那个石头汤计划的法源依据是什么 报告 石头汤计划 其实它也是一个实施计划 按照 找出来 找出来给我看 找出来给我看 所以它没有法源依据 它也没有行政命令 它只是一个实施计划 找出来给我看 快点啊 那我想提早 它也是一个计划而已啊 也没有法源依据 快点 所以就是 行政 这是行政权的一句不论 报告宿明 照顾老人的意愿跟能力 提升老人在社区生活的自主性 县市主管机关因自行或结合民间资源 提供下列的社区式服务 第一个是保健服务 第二个是医疗服务 第三是复健 第四是补具 第五是心理智商 第六是日间照顾服务 第七是餐饮服务 第八是家庭服务 第九是教育 十是法律 十一是交通 十二退休 十三休闲 十四资讯 十五等其他的一个相关社区是服务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另外 你石头汤是里面的哪一项 告诉我 在这个衣服的部分 衣服跟服务 你石头汤计划是第十八条的哪一项 第一项第二款 跟第三条 好 医护服务法院 那你编列预算的依据是什么 编列预算的这个 依据这个计划 然后编了多少钱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依照中央的 长照二点零 这个计划 长照二点零计划的法人 依据是什么 长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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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这个 是 是 报告一座 第九条 第九条的就是居家师的医疗 因为石头汤 它最主要的精神就是居家 要整合性服务 所以石头汤是有法人依据的 对不对 没有想对他 没有 报告一座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它的确是有法人依据 它是一个比较宽的一个解释 但是在台北市要落地的话 我们自己有定一个实施计划 那它依据的就是 我们实施计划的太宗民意 一定会说我们是依据什么法 那刚刚那一座报告就是依据长照法 以及依据老人福利法 这两个 好 我再讲一遍 它有没有法人依据 你回答我不用说那么多 因为这边有跟你说明一下 这边原则上 几乎行政在我们四字四字三里面 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密度的一个法人依据 所以它没有法 你不要说那么模糊 法律人事实求是 我一个一个我们讨论 假设你们通通都有法律依据 我们就算你们很可 做事都依法行政 你不要跟我扯那么多 石头汤有没有法人依据 有 有 有 那请你再告诉我 禁老卡的法员依据在哪里 报告也是老人福利法 不利法第26条 来 不利法第26条 来 绣条第26条 因为他们就要经过神纪的啦 没有法人可以 对啊 对啊 他有说要给480块吗 为什么不能580块呢 对啊 法员依据在哪里 秀出哪一条呢 25条 25只有半价 25条是有关 就是老人搭乘大众应付工具 跟参观文件设施的规定 那禁老卡的规定 我们就另外再订定一个自治规则 是优待台北市的老人 跟伸扬者 就是搭乘 你那自治规则的母法告诉我吗 母法就是来自老母法这边 母法只有半价 母法有说要480块 母法半价是最低的 应遵循 应遵循 台北市如果要对于 至少半价 对至少半价可以更优惠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是个不利措施 它并不是一个侵害性 那优惠写在哪里 你告诉你 母法写在哪里 规则 除了半价还要更优惠 你告诉我 母法在哪里 有没有 禁老卡有没有法律依据 你跟我拿法律来打吗 那咱们就实事求是吗 刚刚已经查出来了 你的共参是没有法源依据的 你的石头舱 你说有法源依据 我们一项一项 我把你社会局 所有的法律 所有的福利措施 每一项拿来检视 你经得过这样检视吗 等一下你们把所有法 你们现在先准备好 后面的人 你社会局所有的福利措施 通通告诉我 法源依据是什么 预算依据是什么 预算多少钱 你一项回答我们 没关系啊 那我们可以 不让我们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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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结打开 后面都不出来 你通常没有提交 调文根本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你们一直在那边炒 没有钱 没有法律依据 那咱们就得出源头解决 第十一款就是 不让提供交通 这就是我们以前问过 为什么老金老卡在社会局 身心障碍在公运处 是 因为你们是老福法 公运处是运输的 是不一样 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请问问 为什么不在社会的立行卡路 身心障碍也应该是你们 可能说是 我们法律不一 法条不同 法律不一 说清楚好不好 所以这个交通服务 就可以变成敬劳卡 那请问那敬劳卡 480块 它的预算依据是什么 社会局找答案的过程 那我先请郁闻月白 谢谢主席 还有谢谢各位同仁 首先先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说因为市府 它依据一些中央的法律 它有一些政策去规划 那其实它就是走一个 预算编列的流程 那一般地方政府 依据预算编列的话 都会有27个法律 去支持它去预算编列 那预算编列之后呢 它其实并不需要有一个 这么实际具体的一个法条 在那边的 而是它是走一个编列的流程 它依据的就是所有27条的 27个的法律的预算法 这样子去编列的 那编列流程里面呢 其实它就是有经过 我们议会的统议 那议会一旦同意以后 其实就具有法律的效果 所以这边我认为不是 就是我们不是去问它 到底什么具体的法是什么 而是我们应该要请财政局 那边来说明一下 预算编列的流程 到底是怎么样 这才是比较符合 刚刚对这些 老人照顾服务等等的意义 那但是呢 这是另外一题 我认为今天我们是在 省自治条例 那自治条例 它依照的编列的法律 就是地方制度法第72条 跟财政收支划分法的第三条 三十八之一条 因为自治条例是法律 它不是走编列预算的流程 不是走行政权 他们编列预算流程 我们是从立法权 来编列自治条例的法律 所以一旦要变成法律 就必须依照这些法 这几个中央的法 包含财政纪律法里面 我们要在法律的第九条里面 刚刚我们这个自治条例里面的 第九条 就要实际的讲出财源 财源编列如何来 刚刚其实黄珊珊议员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的长照法里面 它其实有列的非常的清楚 在第十五条长照法里面 它就有说到 它的收入来源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款里面 去编列明文写在法律上面 也就是现在我们要在第九条写的 那包含前瞻自治条例里面 它里面有明确讲到它要举债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 请财政局来讲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是从哪个方面 可以来找出财源 这才是我们应该现在要关注的问题 我们要如何在第九条里面 写出我们的财源从哪来 不管是举债或是从其他税收来去支应 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讨论的重点 那如果议员对于 刚刚的预算编列有问题的话 那我认为可以请财政局 他们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的预算编列是怎么样 有一个流程 那如果最后真的有问题 我认为下会期预算审查的时候 我们议员也可以提出 对预算的意见 而不是一直纠结在 因为这其实不是重点 谢谢 我觉得 不是本会委员的议员的意见 我尊重 虽然我不支持 但是也请你们尊重 我们本会委员的意见 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程序 我们现在议员欢迎完毕 我还是希望回答 我480块的预算依据是什么 好那我先补充一下 因为法律 我比较熟了 预算 因为立法机关 基本上编列预算案之后 成为具有内部效率的措施性法律 这是相关 但是措施性法律 就是上次我们讲 它有11年的效率 它预算通过 预算它只需要行政计划 因为它是行政权的一环 比如说我今天包括刚刚讲的 如果我今天像以前郝龙历史长说 我要每周一杯一瓶牛奶 它就是预算计划通过 议会通过就通过了 它也没有法源 它就是一个己副行政 所以己副行政没有规定 一定要有所谓的无法的法源 这是第一点 所以重点是议会的预算案通过以后 就具有内部效率的措施性法律 可是人民并没有请求权 也就是说你不能来叫我要发奶给你 我会发奶给你 可是你没有办法说 人民的请求权会很萎缩 但是如果经过立法成绩成为法律之后 会创设所谓的外部效益 也就是人民会依法尤其求权 就算你没有编预算 我也可以用这个法来跟你要钱 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的是一个 如果立法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创设所谓的外部效益 就是人民可以依对这个法律 所以才会在地方制度法72条要求规划替代裁员 而且要事先筹拓经费或于法规内规定相对收入来源 财劃法38条之一 应事先筹拓经费或于立法时明文规定相对收入来源 财政纪律法第五条是具体质迷民补资金质来源 比如说我今天要立的是一个法规定 比如说我今天要立的是一个法规定 法规案将来会创设所谓的外部效力 这个外部效力是人民可以依据这个法令 来更征服掉这笔钱 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有裁员的 刚刚讲的裁员的来源 很明确的规定在法条里面 就好像长照法要有严捐要有这些的来源 我们今天也可以立一条说 我们要再从立价税里面付这个钱 OK 那就很明确 但是如果说我们定下来说要取债 也OK 那就是有明确 可是这就是大家做决定 但是一定要有裁员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刚刚秦姐讲的这个东西是 你之前都是用行政计划 只要通过议会 它就成为措施性法律 但是它只有一年的效期 行政机关可以随时停止 所以有乃力不乏了 但是裕额今天就法制化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要不要让它继续成为每一年的措施性法律 还是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长远的制度 可能永远 长治九安的一些稳定的 像育额今天一样稳定的法条 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选择 所以选择的 不管你要做哪种方法 OK 有钱就写上去 写上去就让大家做决定 但是其他的钱 那就是他的行政权 我们可以不通过他的预算 我们可以不要让他做石头厂 不要让他做这个 不要让他做那个 而不是说用那个来证明说他得裁员 也就是这个比较困难 你今天直接说你台北市政府都举债 你就写在法条里也OK 但是就是要交代 但是不能说别的进化 我们还在争取说 那要不要再发牛奶 那以后再说递个法再来发牛奶 这个就是有点太 就是行政权跟立法权 还是有个界限在的 所以我建议说 你们把它说清楚 请议员讲说清楚 但是我们今天是针对这个的裁员 也要说清楚 如果有 就要举债 就写举债 那举不了债 大家克制承担 好不好 谢谢三三议员说 谢谢 你们终于知道我的策略是什么了吧 就是 你们一直对抗议会 说没有法员 没有裁员 一个一个让你们解释 像三三议员讲的 你们想法 你们就上穷必落下皇权 去找法员 找不到法员找行政命令 找不到行政命令 找一个舒寒 或找一个注意事项 你们也可以拿个鸡毛当令件 你们想做的事没有钱 你也可以去借钱 你也可以用二倍金 你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找 这个480块的 请你告诉我 等一下再告诉我 他的预算依据是什么 他的财源在哪里 等一下 每一项我们都这样解释 过去府会和谐 大家说要做什么事情 有了建议 市政府同意就做了 不会跟你们这么吹毛求疵 今天就是 我们建议你们做的事情 过去的政府做了 到柯文哲 他把他删除不做了 议会要求他也不做了 议会要求了五年逼不得已 今天要立一个自治条例 你们又来跟我们呛吓 说没有法源依据 没有裁员依据 所以我也跟你呛吓 一个一个跟你算账 算到现在 你没有办法过关 你老人共产没有法源依据 你石头汤有法源依据 你现在进老卡 你说你有法源依据 好 那我就问你裁员依据在哪里 收入来源在哪里 以后社会局每一笔预算 我们都一笔一笔一笔的跟你这样子搞 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们想做什么 就是伟大的德政 然后你们不想做什么 就把它妖魔化 就把它打为是不正确的 不对的 不应该的 胡作非为的 你们的双重标准 跟你们的自大自傲自狂 无以复加 这就是我们柯文哲政府的嘴脸 所以没有部分感觉 蓝白的都一样 跟我意思 所以 可以 第一次发言 呃 关于刚刚提到举债的部分 我这边稍微补充说明一下 依照预算法第23条 和第10条的说明 其实金长门是不可以举债的 只有资本门才可以 所以这一点 如果将举债 在视为这个裁员的来源的话 可能还是有点 呃 在法律上的一些疑虑 谢谢 我们没有要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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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裁员就是就 室友 现有税收 民心就好了 干嘛取债 我从来有点想要取债 根本就没有要取债 你们要把它弄到续带队 要把它弄到排挤两个字 你们再操作是非啊 你们怎么可以所有的局长 人为柯本整一个人的打手 乱搞 有人要排挤过年轻人的预算吗 你今天不要犯了一个 你今天局长 你是从新北 你是从新竹来的 对不对 你在那边有没有发放 从央金老金 有 你不要换个位置 换个脑袋 我建议是 我建议是 能够实时审查这个条文 实时审查之后 我们就是 我们就交付这个大会 大家来做示威的公平吧 就这样子就好了吧 对啦 实时审查 如果同仁在各自意见表达 都已经差不多 告一个照片之下 特别刚刚请议员 也把所有市政府社会局线 就根据老人共餐 四块钱鼓注 直到他们进楼卡 这些不管是有法员 行政命令 规定计划的实施福利政策 或者是三三议员解释的 措施性法律的实施政策 都已经做了说明了之后 让大家应该很清楚 彼此互相的立场 那我就建议说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特别问题的话 我们进入实时讨论 我们断主调来谈 那这个 因为我觉得 因为这个部分来讲起来 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像梁文静媛在上次会当中讲 这个已经超出了本会 根本法国委员会 能够决策的范围 因为这是政治问题 这不是法规问题 我作为法规计划记者 我只能针对法条审查 送大会的时候 再请市政府跟大会 好好的协商 所有的议员 也可以在大会唱出议员 法国会只针对条文 当中有争议 或者是有瑕疵的地方 去做法条的书名 跟文字的修正 不在这里辩 谁做这件事对与不对 这是我这个基本的太不定原则 好吧 那这因为市府的版本 我没有看到 我跟二条补充 市政府昨天匆忙 通过了市政府会议 今天送到 特别的市议会来 市议会状态 大会收文了之后 排程序 排程序完了之后 15天才得复委 本会期的议期 直到6月17号 所以预期状态 来讲起来 市府所有的 期的相对案 是在本会期之内 没有办法赶上 我们可以申请加开临时会 我们联署加开临时会 因为现在目前状态来讲起来 以往加开临时会 的现前条件 是因为有市府 请托或送来的法案 没有审完 这次我非常感激各位法国会的委员 我们所有市府提案都审完 我们没欠债 所以基本上来讲起来 我个人的立场是 我们先对这个法审 送到大会 先让大会去商量 要不要去延会 这个超出法国会 可以做决定的范围 第一个市府版本 虽然还没有送到 还没有送到 本会也不会 不过还是请 对境有版本 可以在我们审查到调文的时候 提出口头补充 说明他们的对案 是不是先请他 先登记 多个诺明一下 然后封面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 同仁如果没有意见 我可以请他送他的 因为那个 以法来讲 那个案子现在不承担 只是市府送完 还没到议会 只能当参考依据 不能当这个审查的标准 只能当这个资料 好不好 财政局審计长你说 所以他等一下 所以他要做参考依据 我们审查的依据 还是 还是这个条案 对 没错 来 财政局審计长 你说 主席还有各位议员 好 那刚刚其实 刚刚议员有提到 其实依财政纪律法的第五条 那地方支付法的七十二条 和财政收支划分法的 第三十八支一条 那中央或地方 其实你要定一个 新的知识法规 你要定一个新的 知识法规的时候 会增加税出或税入 都需要用 取名就是民股裁员 那 就现在裁员的部分 刚才 主席处长大概有提的 那我这里讲一下 就是 就是我们一百 去年边今年 一百零八年的预算 我们税入大概 维持在一千六百亿左右 那其实 往后 往后我们看 可能大概也是 维持这样子一个水准 那除非是 中央有再给我们 一些多的一些補助款 或者是我们像 就是刚刚 其实议员也有提到 如果是像 比如说中央他 会长照政策的时候 他 那305通过的法规 他其实是有交代 他每一包边 他是 调高大概二十元 那一证税的税率 也有从 单一税率十百分 调高到二十百分 那才能进税率 那所以 如果 再讲到裁员的部分的话 大概 如果是 你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目前大概 维持一千六百亿的税率 大概是 没有新的裁员 那如果 一定要的话 可能就是 未来也只能像 就是中央那样子的方式去做 那 政策的时候 是要交代说 他的来源是 要来自于 哪一些内容 来源就是 政府的正常税收 自动明知 正常税收 这第一次讲的是 额外的 除了现在的 收入之外 额外要增加 所以是增加 增加这个预算 所以要是具体化的啊 那 刚刚议员有提到 就是第一次追加 那个预算的部分 2.75亿 那个主要是 就是中央 中央给我们的一个 补助的一个收入 那 其实我们在 我们在去年的预算 我们就已经有 依照中央来的资料 我先编了 7.11亿 那是在 中央 他会做一个 全部的核算 之后 他在后来 他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他才给我们 交给我们说 其实实际 他要付给我们 是有增加的 那总共是有 4.3亿 那所以我们才用 这里的一部分 2.75亿 来指引你们 第一次的追加预算 所以这不是我们 从中央 他分给我们的 那上次 在第一次追加预算的时候 我也有报告 就是剩下的1.6亿 也会纳入 第二次的追加预算 好 同学们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是 就照理不中央的建议 是不是 我们就进入追加预算 好 没有的话 我们就开始进行追加 第一条 好 最近台北市中央 进行追加预算 支持 好 第一条的名称部分 没有意见 没有 没有意见 好 大家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有考案版本 可以看一下 有考案版本 我先报告版本 太像了 好 可以 他那个才能当资料的吗 这个 这个是参考资料 本查还是 吉利原本 对 吉利原本 换汤不换药 对 对 完全就是换汤不换药 对 对 完全就是换汤不换药 对 嗯 不过 因为大家都在提法条 我在这里提一个法条 请教一下 这个 市政府 你们都提财政纪律法 财政纪律法 第七条当中 您能规定 各级政府纪律法机关 制定 或修正法规 法规 或这些条法规 自制法规时 不得增定固定经费额度 或者是体力保障 或将政府既有收入 以成立基金方式来限定 方法占用 那你现在 这些发放的对象 用年龄来做一个区隔 是不是就刚好是这个 不得做比例保障的 限定的这一个规范 这点 请必须做一个说明 因为你们都在翻三个句话 我也翻 我翻第七条 第七条说 你不得定比例保障 所以你为什么只发99 为什么只发原住民 你为什么只发说 比如说 这是比例原则 对不对 这比例原则 不服 如果不服的话 那你这个就是 百年只有歧视跟海塌 请解释一下 没有他不是啊 他不得定比例 你定的很简单 他现在不一定只有中立 所以我可以 他就是一个比例 他就是一个比例 对啊 对啊 没错 就有问题 就有问题 这个主席 各位认为我这个部分 说明一下 这个 据我的理解 这边应该是在讲说 不得增定 所谓的固定金费 就是不能在你总预算 或某一个预算里面有个比例 放在你一个固定的比例 来保障这样子的一个支出 家园明慧是因为他们之前85岁的那个 从阳金老金也是用乐国的那个 李伯迪的也是用乐国的钱去不去 罚款也没有法员啊 就是他们自己弄啊 就是现在自己弄啊 就是这样子 我们议员提案的东西都有司法 都没有法员 他们提的都有 好笑吧 然后我们写的金额 对啊 互相争重 互相争重 他们现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老师我才会建议说 六十几个议员 我们到二族 尊重所有议员的广泛讨论 你们现在最麻烦的是 你们完全没有法来推翻这个提案 这个自治条例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才在那边同行 对啊 局长你们的那个第九 可能法案第九条也没有说你们的裁员啊 没错啊 你们也没有说你们裁员啊 所以你们的裁员是用公共预算 他有说刚刚我们讲的具体化的裁员 他在草案里面其实也没有指出裁员啊 那我们就用他的草案来改就好了 好 不行啊 他的案子还没有到 什么 不是 我们可以用修正方式来做 我们不讨论他的案子 不能修法 原因是因为你们的草案里面 都没有指出裁员 那在他们通过市政会议 送来议会 虽然还没进到委员会里面 但这个草案里面也没有指出裁员啊 指出裁员啊 所以有准备人家 没有什么大福的问题 大福小福都是预算 对啊 他都是经过法治之后的预算 那所谓大福是多少 一三大福吗 两亿是大福吗 对啊 两亿七千五的二倍动用就算大福啊 所以才被我们打 可能是小福 哦小福 所以才被我们打架了 就是大福小福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对啊大福比较小福 好参考资料看完了 我们开始进行第一条讨论 第一条 台北市以下点声本市 为弘扬近老美德 光玩其表彰长者对社会资贡献 自送弘扬近老旅金 以下简称 近老旅金 特制定本自治条例 对 建议完毕 条文内容 同志们有没见 说点可以啊 一样啊 您同意 对 英小微议员的提案 主要是在重在恢复旧有的制度 是否在第一条 我提一个个人的建议 不是主席的建议 是否在自送前增加恢复 不要 不要 我不介意 不用恢复 这个法条没有恢复 因为我们没有恢复一个法 那没有 那没有意见 我们第一条就照 整个 条例的意见 我去通过 下一条 第二条 二 自治条例 之主管 其管为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以下简称社会局 办理下列各项工作 一 整体业务之规划 执行宣导 出导及考核 二 年度预算盐列及拨款 三 协调民政局 各副政事务所 各驱风所及 各离办公室协助办理 發放事宜 四 年度定期调查及查房 其他相关事项 好 第二条有没有意见 市政府有没有意见 不是比赵市府的版本 加上原民会 对 对 因为它上面写到 民政局 护政事务所 护政事务所 各驱风 这个都应该把 社会局 除了基本上是社会局 但是它有些经费 遇到它以拨到 原民会来执行 发放的话 因为理的部分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 没有 原民的话 发放是各国原民会 对 过去的换 因为我们是 社会局跟原民会 是分开的 所以这边是 我们原民会 应该要编在里面 是我们自己编的计算 然后我们自己去查房 自己编的计算 对 跟社会局是分开的 可以改成市府版本 比较晚 是 我们提案嘛 我提案修 好吧 我提案照市府的文字 然后我们这边空 就是把 尊重山山的意见 你去查你一下 回头再来处理好吗 你就是 用它这个修正案 然后请我们 比他的完整 对对 所以我们先赞割 我也同意山山的意见 但是这个部分 我们先赞割 你们把他 你们政府委员把他打打字 等一下搜在荧幕上 主管机关 他主管机关的位阶 提到府级哦 第二条 请这个委员会同仁做文字修正 我们先暂时不喊通过 好吧 那我们看第三条 先看第三条 第三条 通阳结理金 致送对象 应符合下列归运机 一 离致送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 年满九十九岁不具原住民身份老人 或年满八十九岁原臭民 第三条 禁老旅金发 准备了四年没白痕 现在可热到一点 等一下 哎 哎 很重 好 第三条 近郎禮金發鐵對象為涉及本事自重陽節當日已達三個月以上 且於當年12月31日年滿65歲以上長者或年滿55歲以上原住民族長者 其實我的態度想舉個例子來講 崔梅沙議員很多次執行都在提出學童和牛奶的事情 我支持市政府要編譯算給學童還是多久喝一杯喝一瓶牛奶 可是如果要把這個措施訂成自治條例的話 那我就有保留了 就可能要思考一下 這東西要具性為實施行政給付呢 還是要變成法定給付 這個我就會有點猶豫了 那同樣的崔梅沙議金要從行政給付變成法定給付 我也是有點意見的 可是現代問題的兩個版本 包括市府的版本 雖然跟議員的版本差了非常非常的大 但是它有一點是相同的 都是把行政給付變成法定給付 那這個我都有一點意見 可是問題是兩個版本都這樣子 怎麼辦呢 在這種狀況下 我覺得 既然已經提出了法律的版本了 那我的態度就是要把這個法律版本裡面的一些東西 儘量的授權化 儘量的授權 儘量的授權 包括金額授權 包括 第二 有一個領取的資格 就是說 排斧 排到什麼程度 目前事項的排斧是排得滿嚴整 那這個定議員的排斧是沒有排斧 那我認為是定一個要 市府可以設排斧 但是排斧排到哪裡 所以 由辦法來定 然後這辦法是排到哪裡 當然就是市政府會跟議會這邊 來做協商討論 用這樣子來維持它還有一點行政幾步的彈性 那所以文字要怎麼寫完票 可能要在第三條你後面再加一下 那個可能 那個原理長這邊自得幫忙給你看 第三條的 第二條目前只有一項 那第二項 就是 如何前項請你資格的 市售的定定什麼的標準 定定怎樣的財產標準 作為發放依據 大概類似料成的文字 放在第三條的第二項 我有講的也是我的意見 就是說 我剛剛講 我們是要一個措施性的預算 措施性法律的預算案 要變成可償可求的法律案 給付行政 我個人不是很支持說 全部都把它變成法律案 變成法律案的話 就完全沒有 將來行政機關就綁死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市府的版本 跟小委員的版本 其實它是有一個落差 我們做議員 就是民意跟行政機關 我們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這個平衡點 我上次也給局長討論過 我們應該去算 哪一種財布條件有多少人 有多少錢 在哪一種財布條件 有多少人 有多少錢 找出可能的三四種狀況 再來做決定說 我們到底要發到哪個財錢 你要只發到市長限在地的 大家就是有議員的意見 要全面發 我個人是不同的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發給郭台銘媽媽 還有我媽媽 我都覺得不需要 但是有一些老人家真的需要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到那個牌布的條件是合理的 而且可以到一般的民眾覺得可以接受的 如果只是說要未來給他一筆錢 我真的認為說給他一筆錢 這個現金好不真的讓他在金牢卡裡面 擴大使用 這是我個人意見 我跟OL一樣 我希望訂出一個類似授權條款 因為將來是你們編密算送議會 這個金額跟什麼都是要經過一定同意的 也就是說你們編 你們訂出了一個什麼爛七八糟的 然後這個授權條款 我覺得那個府會才有辦法找到平衡點 我們今天很貿然的通過了一個議員 完全由議員的版本的話 其實對市府來說執行業 所以將來漢格會很多 而且不會衝突會很大 所以這個授權條款跟這個灰色地帶 就是讓行政權跟立法權有辦法找到平衡點 所以我上去跟局長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市長要推付所謂的健保補助 他也有排富 他也會排富 那這個排富的條件 如果適用在重陽敬老基 有沒有可能去算出一個金額 如果金額還是太高 那你們再找出一個位階 是排富到什麼程度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跟社會交代 這兩個才能找到真正的理由 而不是我們在裡面真真巧巧 就算表決通過了 到時候大家才聽我說 我們完全不排富 跟我們跟其他縣市比 我們台北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要承擔 這是府會都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同意魏佑講的 我們就是把它訂出來第二項 第二項的情況下 那一個知識條例是可長可久 而不是每次根據市政府的預算 可能有一天變多了或變少了 他隨時要來提修法 修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不能夠在法條上面講得那麼死 所以我們很多的 包括美國今天也好 我們都是用沒有把數量 金額漲得非常的具體 這樣子的話 行政機關才有行政權 我想立法跟行政權 還是有一點距離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贊成直接大家第二項 主席主席 好 請副民眾委員長 那個三三議員長很好 是關於協助給付 或者是沒有議員長的法律型的部分 當然行政局部 它的彈性會比較寬 它是依照中央的母法 或者是說 這個地方的法規之後 譬如說醫療 醫療的部分 醫療它彈性是很寬的 醫療它也可以醫療做在牽前面 因為我的所有的一個 一個養老或安老的部分 它如果做得好的話 它相對的醫療支出就變得少 可以依照這個東西醫療而去協助 這些都是法律的一個授權 授權 它並不是一個空白授權 我相信很多東西都是授權 但是行政給付的部分的話 你們就有彈性 可以依據你們的預算條件各方面 然後你們的先後順序 剛才講的是什麼政策的優先順序 然後我可以可發可不發 但是因為為什麼會走到自治條例 因為我們不管國民黨一定 各個黨派的我們的議員 在多次上一屆 多次質詢要求市長要來做行政給付 但是他拒絕 他不願意 他有各種的理由 所以我們才將這個強度 變成自治條例 讓你不得付 必須做這個條例 我們是不願意走到這個方面 但是我相信局長 我們社會局長在中間里外不是人 他怎麼樣市長他政策 所以因為你是政務官 如果說今天市長的政策要求 他就是不發 那你發的話你就走了 你就必須要走了 那現在我不讓你為難 那我們升格到法律給付的時候 是自治條例 但當然是自治條例的話 我覺得說過了怎麼樣 我們在討論很多事情 包括你看我們在中央 什麼原住民自治法財費法等等東西 大家炒得不管是 炒得亂七八糟 然後有各自的堅持 那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都應該先求有再求好 應該都應該先求有再求好 那我覺得說 這法條我們還是要繼續實施 然後到大會之後大家充分討論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謝謝 好 清議員 我不贊成三三跟這個威柔的意見 很抱歉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一個癥結 因為在有的第二盤在授權他們訂 他們就會訂出來 九十九歲以上才發 他們一定會拿到這個巧門 然後訂出一個 我們爆跳如雷的一個排付條款 所以就不如不要給他這個巧門 我認為第三條 就照這個草案通過 有不同意見的同仁 你可以反對 你也可以保留大會發援權 那我們就針對這個第三條 不再增加第二款 來做討論 那主席一個議員原文會這邊做一個說明 就是我們在設計的部分 我們目前發放的要點是 原住民是沒有三個月的限制 設計三個月的限制 就是說你只要從楊姐當天設計 我們就會發放錢 所以應該當天在台北市 他就可以 對 就沒有三個月的限制 是不是也討論 這個再把它說 所以第三條裡面 你要加原住民的第三條 畫面上的文字 文字上一三角的 原住民都要寫上去 原住民沒有這個設計三個月的限制 所以 限行議員提案的版本 會已經調到原住民 因為過去行政 可以提一下那個文字嗎 對 因為過去行政幾步的話 各期一關他可以提到他的權限 行政採量來去做一個彈性 但是如果到法律局的話 必須要正面 對 我請問一下 現在剛剛那個 秦議員講的第二條的部分來講 先暫時沒有喊通過的原因是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 我們黨團體小議員 你先所提出來的這個案 是原來你們發放的辦法 那請問你當時原民會怎麼做 對啊 先回答我 我們現在的辦法就是你們的辦法 然後你們現在做現在的辦法 對 那現在第二條的部分來講 當時主管機關是只有社會區 那請問原論會是怎麼做的 請 誰可以告訴我一下這個答案 我們沒有去改變辦法 這都是你們原來的辦法 我們過去都是 你們原來都是用這個辦法 你們原來都是用這個辦法 誰回答我 為什麼現在要防衛這個社會 為什麼現在要防衛這個社會 就是在那個 105年9月29號9號的時候 原民會議員 我問的是現在 英小微議員的提案 這是104年之前 他被市政府的發放辦法 當時是由社會局主政 然後由社會局來發 那我請問你 當時原民會是怎麼發的 我問的是這個答案 我還要再重複一次 我的普通話應該都聽不懂吧 我會議說應該是這樣子嗎 因為104年 那都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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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這樣子的意思來講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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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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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局所有给予的规范 圆明会是一体是用 是否 包括三个月 过去应该是这样 现在是没有了 但是过去是有 我只要厘清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回溯到第二条 事实上来讲如果现在 郁晓辉的议员的建议是要 普发所以第二条其实在没有 条文上就没有圆明会存在的 价值跟意义 因为是普发所以是照调查 调查讨论通过了之后市政府自己去研议办理 因为你是普发 没有 因为当时就有是因为柯文哲修正了 他跑出来的圆明会就可以 没有三个月的限制 他九月九九重关他九月八号 签进来他都可以领钱了 这符合公平正义吗 你们市长讲不是他最讨厌人家占他便宜吗 没有三个月不是比较好吗 没有不好 我也是原住民 我也是原住民 我同意如果说成为法的位阶 我同意说居住满三个月 我同意 因为现在他们的方式是因为 他用热活礼金的方式来发放 所以说没有 如果说如果是法律的一个行政给付的话 法律的给付的话 我觉得OK的 对要一体实用 好所以说 这样子来讲起来 各位同伦我这样做一个理清 第二条如果照现在这样子跟秦云刚刚建议 其实我们更不用修正 因为是社会局土发 土发执行者就是社会局 所以没有所谓政家圆明会 在当中角色的疑议 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 等一下 主席啊 我们现在是讨论到第三条了 你现在不能回头 他有意见 所以我们可以先理清 所以 所以 第一个程序上好 我们第三条 刚刚的讨论先暂缓 我们回到第二条 那第二条 我同意主席才是 就按照我们现有的草案版本 因小为版本通过 不给原住民跟优惠的条件 不需要 不需要 优惠条件是第三条 不用去讨论 第二条 那如果 秦云的建议他没有特别的意见 那第二条同论有没有意见 那就是到底原民会要不要加进来 不需要 不加进来 不加 因为普发的执行者 普发执行者就是社会主义 那我们就不再能复发呀 那然后原民会 原住民会是自己发的吗 现在 现在是不显示原民会自己发的 对啊 那不是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应该要增加一款 把原民住民的部分 变成原民主义 在原本的 应小贵的草案里面 其实是没有 是啊 是全部都有社会主义 原民会发 那原民也是原民被编的 对啊 据算是原民会的 所以说分明两笔据算就对了 对 对不起 可是我们在 可是在我们现在的 应运园的草案里面 其实都是由社会局去 规划执行 宣导督导讨讨和 编列拨款 都是社会局 这是社会局 自己定的方法办法 我们把草案 是他自己的办法 是啊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要把它 变成草案的时候 有可能要更明确 对啊 犯法可以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立法 都可以接 你们有问题 可以未来提出修正 白议会所有议员 也会增重啊 就是你会一天到晚 现在是 你会未来就是 依照1111 这个法令 未来你提修正啊 议员都会增重啊 我们就提这个本 我们就特别提修正 就是因他们的第二条 来提修正 对啊 对啊 我们现在 我们第二条 用他们的版本有问题吗 对 对 他们的版本 跟我们现在的版本 最大不同 提升到市政府的位阶 因为他们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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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事实上来讲 他的发放机关是市政府 然后他委缩社会局 跟人民会 还有区别所代为执行 那就是把他 只是把原来的 之前所谓的发放办法 把他匡列更清楚 是啊 就社会局规 如果因为他这个 第二条版本 OK吗 因为他上面 原民会也写出来的啊 没有 事实上来讲起来 原来的方法办法是 社会局只负责筹钱 核对名单 做苦工 就是民政局的去公所 跟你干事 然后呢 再加上原民会的原不原 那现在状态上 在法条当中 就清楚的列为 社会局只管筹钱 跟编列 那执行者是去公所 跟原民会 这是唯一的一个差别 这是原来是韩国的授权 就比较有台性的做法 现在把他匡列成为 冰石丁 某是某 不可以不回 其实他后面的 金费也是 金费也是 金费啊 所以应该要加这一条啊 好啊 我愿意见 我愿意见 地下版本 因为还没有提到 地下版本 地下版本 资料资料资料 参考资料 没有我们还要程序嘛 就是议员要提出来 我提第二条 依照这个 制定草案的版本 你们复议当通过 没有第二条 请议员具体 把这份参考资料的 文字 作为一个说明之后 我们就照说明的方式 来做事故的修正 因为这个不是法案 这是参考资料 那就请三三 你把片条面一遍 算是你的提案 我提案修正第二条 本自治条例 至主管 机关为台北市政府 以下简称 市政府并委托 下列机关代理下列事项 一 市政府社会局 以下简称社会局 宗理本自治条例 整体业务制规划 执行宣导都导集 制送作业等事项 二 本市论中所 以下简称区公所 办理制送作业 三 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务委员会 以下简称原民会 会成非本市列册 低收入户 支援住民受领人 云测及办理 其制送作业等事项局 你念的部分有一个不一样就是 那个前面那个 你念的委托 他原版是委任 委任 好 委任 非本市是什么意思 好 那三分题的修正版本我复议 这个我再提一个 有关修正当中的第三年 市政府原住民事务委员会 简称原民会 会成非本市列册 低收入户 对啊 对对对 不是选错了 对啊怎么是非啊 不是选错了 你发给非本市 你要发给外线市 发给外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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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也好啊 好奇怪啊 他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他的匡列的是 是会整非本市列册 不是台北市政府列册的 低收入 中低收入 这个原住民受理人 名册 及其办理 自身作业 事实上来讲 他这次 放了一个 就是说 他是把 不是低收 跟中低收的原住民 也都加进去的 所以他特别狂烈 那如果说 你们 不以他的版本为 会整应该是本市 原住民受理人 也不要那个 对啊 对啊 前面那些都是废话 会整 好我提修正 会整 本市原住民受理人 名册 好 因为这个是取决于 原民会的现行作业 如果原民是属于 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或列车是低收入户 是由社会局处理的 原民会在现行作业上 他们是处理非本市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有两手身份的 对 把他区分成经济弱势 跟非经济弱势 弱势者 由社会局处理 非弱势者 由原民会处理 那我想想 分那么清楚 其实你现在是一个法条里头 对啦 那个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是在你们社会局处理 只有这唯一一个差别 只有预算是谁出而已 对 但对象并没有感受 对象并没有感受 自送方式 有哪个机会来做自送方式 ok啦 ok啦 等一下我一直在想一下 以前也是这样 不然这样我是会误导 知道吗 稍微清楚 可是这边的修正跟第三条会相关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第三条 现在大家在讨论要补发 或者是要排复这件事情 其实会攸关到这边 所以我特别请这一点 所以后面向第三条 我们会省不下去 还是会 第三条还是会影响到啊 对 所以应该要是这样子 我是建议修正程 刚刚珊珊在修正中 意思是 会证本事 原住民社会的人名册 及其办理 自身作业等事项 比较笼 比较笼 一事上来讲起来 这个是大水沟原则 你们自己处理 我们不管 技术层面 你们就自己去搞进去就好了 所以谁要谁发 跟我们再请证 我们可以再请证 所以原则上 因为照我们现在法令 定定重开 那个原则来讲起来 所以我把你陷阱的越死 你越难处理 如果他这样 我们就会证本事 原住民社会的人名册 及其办理自身作业等事项 那至于他是有没有 中低收的身份 或者他是一般户 这个部分照他来讲起来 到时候你们作业的时候 你们自己去做分流 我们议会审达这个法案 我们不替你做分流 同意 修正通过 来 换 好 取消这个非本事列 非 请看营幕上 会证本事原住民社会的人名册 及办理自身作业 就是让你们自己去做处理 给你最大的行政材料权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第二条通过 没有意见 第三条 第三条 到那个考案通过吧 我们提修正第二项 有没有办法 找到中间第二项 我也赞成 我也不赞成普发 因为郭台妮跟郭台妮的妈妈 不需要去拿这个 对 那我觉得普发 其实是要牌付 我觉得 没有 现在台北市政策的牌付 需要牌付 这个标准其实是有点奇怪 因为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每个月的收入是 两万三千多 把这些人 以上就是一个月零两万四 有两万四收入的人 就是要富有的人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中低收入户 现在每一个人的 台北市的计算标准是多少 社会局长 中低收入户 所以第一收入费用吗 对啊 对啊 两万三千五百多 对 两万三千五百多 所以只要你的 每个月收入有两万四 你就被台北市政府设为富有的人 我觉得这我也没有办法接受 两万四 那二万四的总是富有的人 因为他就不符合中低收入户啊 因为柯文哲科市长说 柯文哲科市长说 他不是没有发重量进老金 他是排富 他是排富 那他不有的那个标准是 画在中低收入户的那个资格上面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现实 因为居住在台北市 这个就要去看来 每次的生活 对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对于本条例 我们在自治的精神里面 本来是提及谱发 并不表示说我们不支持台富 但是呢 这个就如同我们检议员所提的 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正确的数据 今天柯市长一直对外讲 台北市很丰裕很守战基督 可是今天台北市市民所得啊 薪资所得是赐于新竹县 是赐于新竹县 再以年龄去均分的话 今天台北市平均的这个寿命啊 这个女生抱歉比较高一点 82了 男生七十八九岁 然后再最重要的是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一碗牛肉面在台北市 要三百块在其他县市不要 所以说你们不要就是说 特别去打压说 我们要台富不应该 不应该齐头市去发 我对我非常尊重说 鬼哥们我们今天很希望能够有个标准 但是我建议未来要怎么做 你市政府要提供你自己的版本 来让议会修正啊 我们不会不支持啊 但是你们你们又提不出一个东西来 硬是说要排除台库 用两个字就来就来毁谣市场 我是认为也不妥 抱歉喔非委员 但是我做一下说明 就是说物价指数在台北市 你两万四千块 你说他很有钱 这个是你们台北市政府的标准 好 谢谢张姐 现场各位议员工人 然后还有委居长 我想说一下 就是基本上 我这边也不赞成福发 那但是有其中一个部分是 如果说我们接下来要针对这个 所谓就是说到底哪些资格 可以就是领这个所谓的 中央禁劳领境的部分 其实这会回到一个问题是 就是在第一条的时候 刚刚有通过的是这个 原本国民党团的版本里面 就是已经有提到说 关怀及表当长者对社会贡献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第三条的部分 要去处理到说到底要符合哪些资格 无论是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订定 不管是月收入多少等等的 我们用其他的这个分界点来分的话 那我们就在第一条的部分 我想就会有点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 台北市政府的这个 这个参考资料里面提到的是 它里面有特别提到 经济弱势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第三条 认为没有就是 就是说我当然不希望浮发 那当然尊重各位委员 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浮发了之后 我认为第一条的内容是要重新做调整的 我觉得已经通过了没有回头的道理 我觉得已经通过了没有回头的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说要发准老金 最后结果是有的老人拿到 有人老人拿不到 你会满街被那个老人追 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这件事情我们不要做一半 做到这边又排富 那你要排富 你不是跟柯文哲现在做的一样吗 只是我们说他排大一点我排小一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三条 以炒案别案通过 暂成就暂成反正就反对 最后大家再二读再来讨论 是 现在前文员 这本来就是我们主张 是我刚刚就跟大家讲 就是说他们一直在这个 这个用排富两个资本来混淆视听 这是很不应该的 因为物价所得在台北市物价指数就是没有 好 第三条 有一件 没有一件 好 要真正说 就是我刚跟 会友的意见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 先站出来 第十条 第十条 信导理金支 發给基准如下 1.满65岁以上 未满75岁者 每人清台币1500元 2.75岁以上 未满85岁者 每人清台币3000元 3.85岁以上 未满99岁者 每人清台币5000元 4.年满99岁以上者 每人清台币1万元 及已顶一份 前向发言标准于原住民族长者 適用时 按货款规定 年龄将近10岁 千万例 这部分 谈到了具体发放的部分 梁一平告诉我回来 他是建议说 定定发放集聚 那给市政府一点点小想的谈性 就是每个人发实际的给予金额 予以不列明 坐在调文当中 那在这里的东西 不知道委员会 刚刚的讨论完了之后 这样的看法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我反对 如果变成集聚 可能市政府第一集给500 第二集给1000 然后他把他这个1500 通通缩水了 就我们围德虎足 还是被满台北市的老人追着骂 所以我认为 就定定见有办法 只是我觉得说 可以再定一个谈性 因为如果定下去 那可能千秋万载就发1500 是不是我们说 以上翻放 以上翻放金额 是物价指数调整 而调整之 或者是怎么样 我是建议有一个弹性条款 就将来他可以增加 否则你千秋万载 就只能发这些钱了嘛 是照物价指数 还是照 军公教行人的条件 那个 那个 主席 我要发言一下 我 我赞成集聚 因为现在很多的长辈 我们在地方跑的长辈 其实大家也知道 可能财政会困难 大家不是说 你一定要发给我1500 而是你完全不尊重我 就把它删掉 所以钱这个部分 我觉得所有的长辈 都能够体谅台北市政府的财政困难的话 他们可以不拿那么多 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定死 我们都知道长辈会越来越多 定死之后 他几乎就没有办法改 要改 就要重新再来一次 送到议会再来一次 我觉得如果能够有集聚 让台北市政府能够有一个标准 那也不要未来看到谁当市长 就有大幅度的变动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基本上是故意刚刚 如果梁文田议员 刚刚有提到有集聚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是可以授权 才能是政府去订定的 这检议员意见也是刚刚我争取的就是 紧定集聚不降烈金额 对啊 我是这样觉得啦 集聚就好 因为你降烈金额 因为事务已经蛮财的 可以多花一点 65岁其实大家都活得到了 因为65岁你给我500也不错 但是到我80岁的时候 给我1万我还蛮爽的 所以这种这种调 然后怎么调 我认为是给市政部去想 我反对啦 我觉得啊 如果是别人当市长 今天我根本不用坐在那边 考虑这些问题 就是柯文哲 你给他集聚 柯文哲 他给你搞成什么样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就绑死他 不给他任何授权空间 等柯文哲不让市长以后再说吧 我们这个调文 就是来对付柯文哲了 我讲白了 我这样太阴人设事 我这样太阴人设事 我这样不会太阴人设事 我这样不会太阴人设事 否则如果不是柯文哲 我根本就不用在那边讨论这个 所以就是阴人设事 慧珠姐 因为那个柯文哲 柯文哲说要把我消灭 我都没有跟他计较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用这样 不用问你 而且我觉得 那个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政治责任要负 如果他是敢 他自己要承担 所以我帮他定死了 定了花多少钱 那他反而就是两手一摊 说这个是梁文艺订的 之类的 他说是议会订的 那这个反而是责任到我们身上 所以我说 我说可以增加一个 弹性发放调整的 这个随护价值数增加来增加 否则你给他集聚 他只会减少 他敢减少就是他自己 他怎么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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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承担 今天我们的承担 不要过一半 我觉得立法我们是不是只有针对谁 我们将来不当议员 这个法还在台北市继续施行 所以这个法不管是柯文德当不当事长 我们当不当议员 他都还是继续有效 所以今天就是要做一个很负责任 到底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迷条款 刚刚文杰讲的集聚 我觉得我别赞成 就是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去做到 你要照顾的人照顾得到 然后不该照顾的人 不应该再给他这个钱 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做 所以我们把文字调一下 但是这个集聚的部分 文杰要不要你带个说正案 我作为一个补充说明 其实前议员跟其他议员的说法 我都尊重 但是现在来讲 最大的重职责任是柯文德自己 他如果说65岁到70岁 他说我不发 那他就要去面对他以后 我心中想的那个愿望 一直没说出来那件事 他走出台北市的那些老人问他说 那你是不要给我钱了 那我也不给你票了 所以很简单 今天状况来讲 你把他订完了之后 他很简单 那是给我回来 我早点点啊 他如果他敢把事情 先我砍掉 请他有种种出门 去面对台北市以外的老人 那是其他危险是老人最低的一个要求 所以我是觉得我比较 希望前议员能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你的目标我很清楚 那你的动机 我非常非常的尊重 但是问题是 今天他要负最大的政治责任 就是当我们订出了几句 我不订钱 他再在钱上去做手脚 他就要出去去跟他解释说 他你为什么做这种手脚 我们给你最大的尊重 很谈性 也给了你一部分的行政采样权 但是 他却不尊重那些面对的老人的话 后果自负啊 就我们觉得 我觉得不需要去替他去背负这个责任 不是我们负责任 今天他自己捅这个楼子 他惹了我们这一趟往开口 替他去擦屁股 我才没那个信息替他擦屁股 没什么意思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急剧上 是不是要 详列每人多少钱 呃 从 立法的旨意来讲 我们 也尊重 前议员的说法 就是说万一以后才给经济条件好 我想发一千八不行吗 我可发两千不行吗 那这边来讲 要定死一千 我们下次再修法 修法都然也很讨厉 就像我们 育儿经济也是存在的 我们就要发育儿经济 定性的条件 那实际金额 实际上是议会 跟盛政府协议产生的 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是有一点点 弹性的空间 是对双方都比较好 我只讲一个建议 看看大家的意见 特别是行员在那边看吧 那这样子 你们要集聚的人 先反调文你出来 我们这条战歌 我们往下走 这条战歌 我们往下走 你们反集聚你一下 我们俩在讨论 我是不是具体见 就是靖劳而已经 发放集聚如下 满65岁以上 未满75岁者 第二 75岁以上 未满85岁者 然后85岁以上 未满99岁者 年满99岁以上 并制证礼品一份 那个钱就是他来决定 并制证礼品一份 然后呢 钱向发给标准 与原住民族长者 适用时 按购款规定 年龄降低10岁 就是只有在第四款 再加上个 并制证礼品一份 其他的所有的金额部分 都存款给他去做 他最大的财量 移到自己面对后果的 这个空间 没有啊 等一下 先谈前面 如果这样子修正完了 各集聚发放之金额 由市府 依裁员定定制 那他第一集聚 给你定个500 你接收 那叫做自己出去解释 为什么泰西斯老人 那这样自己去解释啊 他也很简单 他这辈子的票 你再拿到泰西斯老人的票 我觉得第一 我有修正意见 第一个 我觉得假设是集聚 假设是集聚的话 你那个礼品就不用裂了 因为他要不要给礼品 随便他了 这是第一个修正 第二个 以小人之心 来度这个柯文哲 我们要不要加上一个 第一个集聚 不得少于1500元 然后依这个物价来调整 其实我们是挖个坑给他跳 真的讲一句实话 这样长得白了 他给500元 他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他都会不发了 他都不发了 他都不发了 他还怕发500元吗 但我们责任到的就是 我们要给他发了 他要不少 接下来就是他 我们要做一个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定了集聚 他发了500元 你认为台北市老人会感谢我们 还是骂我们 觉得你们国民党都没效啊 好 加这里 前項第四項 是長者一級家人 第二項跟第三項的想法 前項發目標 第三項變第一項 那個到了99歲的話 市政府是送一個經戒指 老人非常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那個是個額外的尊重 但是對他來講他根本都不尊重 我們今天一送金項鍊好了 他沒有感受過 我送過 那99歲那個人位發那個東西 他什麼都不看他只看這個 而且一看到你那個手手手就伸出來 我去發過我知道 我發過我知道 我發過我知道 那個是Honor 那是個榮 那是金條 等一下所以 還是要寫吧 剛剛文傑 有寫 第一項第四項 99歲 手鐲 手鐲 所以現在這個還是 還沒有決定排付 還沒有決定排付 極巨 極巨 極巨大家有沒有意見 先排付才有極巨 等一下 全部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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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第三項 跟第三項 那個動詞是要寫一下 哪一個叫 因為這是第二項 他們說 第二項要寫幾項 第三項要寫幾項 全部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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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在幫請議員 再設一個 保險的開關 第一項各級去發放金額 由市政府 以辦法令定之 因為他以辦法令定之 叫宋議會 結果你還可以再有機會 去表達你的意見 由市政府 以辦法令定之 以辦法的 以 以為的 以辦法令定之 定定辦法 定定辦法就好了 由市府定定辦法 令定辦法歸定 定定辦法歸定之 定定辦法歸定之 這樣可以 定定辦法歸定之 因為他只定定辦法 就要宋議會 宋議會我們就可以表達意見了 因為他那個不是核備 那是審查 那他辦法如果都不定來 今年就沒有發 會理他辦法都不定來 今年都不發 他的核備 我們928那時候 議會來不及 9月重陽節那時候 所以你知道定辦法 他今年一定不發 來不及了 他可以追加 其實 其實 發不發 他們今年一定來不及他 存乎一心 就看他自己了 對 我們不用去記他想任何的東西 我完全沒有意願去想任何的東西 那全部再念一遍吧 會不會心得太大了 敬老禮經 你那個就刪掉 為什麼要發 也要槓 你就直接刪掉 就刪掉 你問賣話就槓 那樣 他身體跟原來不同 好 全部唸一遍吧 槓的通通刪掉 槓的通通刪掉 給工作人再唸一遍 好來 是用參考資料的 好來 對 那有人一樣 第十條 訊討理金師發放其句如下 1.滿65歲以上未滿75歲者 2.75歲以上未滿85歲者 3.85歲以上未滿99歲者 4.年滿99歲以上者 你這個不同 有的有滿有的要年滿 有的又沒有滿 是不是整個都一樣 第二跟第三款 第一項第二跟第三款都要滿 滿75歲以上未滿85歲 未滿75就是74年99歲 好沒關係 75歲就是滿 可以來 好 第四條 訊討理金師發放其句如下 1.滿65歲以上未滿75歲者 2.滿75歲以上未滿85歲者 3.滿85歲以上未滿99歲者 4.滿99歲以上者 4.滿99歲以上者 年項發放其句於原住民族長者適用時 按各款規定年齡降低10歲 第一項各集聚發放金額由市政府 定定辦法規定年齡 第一項 第四款年滿99歲以上方者 每人家政禮品一份 好 第四條的修正條文如下 同仁委員沒意見 沒意見通過 第四條 第五條 第五條 折由本市各區公所指派專人 發給 現在完畢 有意見 五方銀行帳戶 我們可以這樣見 應該要寫 市庫代 代理 代理基礁 為什麼一定要 因為不一定是台北部邦 所以要寫 市庫代理 因為這個是他現有辦法 就這樣 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那就照這個 市政府表示一下 你的參考資料是市庫代理 是嗎 那就加一個 中標來講 是不是就照三天的建議說 把這個方言改成為 市庫代理 代理基金融機構帳戶 等一下 你們還是有什麼區公所專人送 還有轉帳還有什麼嗎 披鑰匙是園民會要自然人送 你們的參考資料 是不是有不同的方法 是 我們會報告 我們的 會議條文在 草案的第三條 因為區別於身份 所以有分別 有劃分成 有區公所發放 跟社會局指派專人自送 以及園民會從事 這裡的部分 我就建議 是不是這樣修正點 大家彈性更大 但不要時得有粉飾 只派專人發給 你就不要區公所了 這樣我們 你原來不去我也沒意見 就把本事各區公所去掉 但不要時得有本事 只派專人發給 原則是轉帳 必要是 專人 專人 專人是誰 我們沒有意見 本事 你派公有去我也沒有意見 對啦 改成市政府 市政府 派專人發給就好了 好不好 好 我們沒有意見 主管機關要改市政府 主管機關要改市政府 主管機關這裡就是主管機關 不一定要市政府 沒有 前面已經列了主管機關了是吧 OK 那就由主管機關 進了已經由市政府 由市政府 把主管機關改市政府 好 準備一些 沒有 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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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要應 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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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第六條 第六條 位於同陽節前領取監導禮金之受贏人 隔離當年度12月25日前 向不及所在地之區公所申請補發 借其未申請者 視為放棄領取 不再自送 這是完畢 這一點我提一個語意 請委員同仁參考 這當年是因為是用人發 拜訪不得 那現在如果是用轉帳 那這條是否還要在這裡列理 因為你轉帳的話 除非 我真的沒有帳戶 誰問沒有帳戶 我是沒帳戶 如果找人家都沒有帳戶 那就變成要專人發放 那這條還是放在這裡 可以沒有意見 等一下等一下 那12月25號可不可以延長到12月31號 他是以他的任期就任嗎 或是不用定期 就是以年度預算啊 他就不就任跟這個事庫沒關係 我們的預算是到月底嗎 對啊到月底都可以吧 就是年度預算關帳前 因為你over第二年就不行了 我的那五天的老人不給他也不行 我問一下吧 你們為什麼參考資料 你們的草案財本沒有這一張 有啊 這六小房 有啊 那六小房 有啊 那六小房 有啊 那六小房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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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個31個差別 這個在業務機關 因為他們有一定的一個作業期限 所以當時是抓2個5號 那我是不是請那個 業務機關再解釋一下 好 這個是 多年來 我們就是要在關帳前 以前把它做結算 所以然後 對啦 但是我覺得你那幾天還是 可以讓他領取嗎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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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府作為方面 老兒子的權益少了六天 對 加石一你們OK吧 那後面的舉手 會有什麼影響 OK吧 什麼 東西 包主席 包主席 以往的那個 農保二十一照以前的官吏在發放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已經把那個剩餘的款項 就已經未發送完畢的款項 已經移回給社會局了 所以這裡如果跟我們去公署 來申請鼓發的話 其實是好像有點太對 那你講得多廢話嗎 那你這樣講都騙人的嘛 那第六條全部刪掉了 就是 從陽節沒領的 就通通完蛋了 是不是 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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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社會局跟人民會 對 社會局跟人民會 你們的文字是什麼 報告答會 我們原本是配合著 因為業務的分工 所以那個預期沒有送達的 我們要做補領的動作 是像社會局跟人民會 依據它的一個款式的不一樣 要不然 位於重陽節前 領取敬老金之受領人 得於當年度12月31日前 申請補發 對 對行為申請者 事為放棄領取不再支授 至於這個25號31號 最前之後 向誰請 向誰請 內部的行政規定就可以得 這個辦法辦法就可以 授權你們自己去想想 我們作業方便 好 接受由二招所提出的修正建議 12月31 本位於重陽節前 領取敬老金之受領人 得於當年12月31日前 申請補發 借其為申請者 事為放棄領取 不再支授 由二招所提的修正建議 是否有意見 不再發給 沒有 因為前面叫自送 前面都叫自送 不再發給就好 不算 沒有 這是尊稱 自送是尊稱 事為放棄領取就好 後面的不再支授 是否需要 或者到這裡就結束 事為放棄領取 他們的 法條簡單化為原則 那就到這裡 再加修正 位於重陽節前 領取敬老金之受領人 得於當年度 12月31日前 先前 那個項有沒有 項有沒有 申請補發 借其為申請者 事為放棄領取 好 就這樣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等條修正通過 在下一條之前 因為只剩一條 具體條 因為已經到了30 是不是我們 得了延會 等他審討完 可以 好 謝謝 第七條 第七條 附服盡老已經受領資格者 主管機關 得撤銷 發給 並以書面 行政主份 追繳 以受領資理金 但於年度 發給名單確定後 重陽節前 死亡 或圈出者 不再此限 所以管理 好 這條 有沒有意見 這條的牌複 是不是要在這裡處理 不用啦 牌複在前面就好 這個 這個 我覺得維持現狀 不會影響到 牌複的問題 好 我們一見 等一下 你這裡列了一個 不服盡老理金資格者 我說市府的參考資料的版本 它是 如果發現的話 一致送的 從陽理金 不予追回 那現在這個是 要追回 是來的比較好 不予追回比較好 他們的 要追回啦 否則他通通發錯了 也通通不追回 那不是 你就補發 一個補兔帳 你要追回 如果他不追回的話 這個審計單位 會追 所以你們的版本 為什麼不追 過去在發放的時候 事實上 那個 就是 物理的 其實人數很少 那我們要追回的 整個作業 是 形成作業非常非常複雜 可是你們現在到底要不要追回啊 不是 當 因為過去發放是醫生發放 我是總部長 所以今天發放啊 只要這個老人不在 他就可以發出 根本沒有無差率 所以為什麼他的執行率 就96.5% 達不到100% 原因是因為 房市不在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讓他追回 市政府的補充資料裡面 會追回的 只有第三條第一項 就是99歲以上的長輩 從此之外 你還是會追回啊 好 你能否有意思嗎 沒有 他是寫的啊 他是補充資料上面 都一直寫 第一項各款 第一項所有的 就是所有 所有啦 只有65的 通通都追啦 哦 所有的人啦 那你們告訴我們 你們到底要不要追回 我們要修這一條 要怎麼修 嗯 希望你們可以同意 我們可以修 你們 就是發錯了 也不追了 你們過去發錯的數據 有什麼 有這樣子的法條 錯了 如果不追回 這條就根本就不用練了嘛 對啊 對這條全條三十多 好啦 你這樣練一條 發錯不追回 我通過這東西 我做 對啊 這很好笑 不追回他們 只會有很神奇的責任 所以要給他們 還不追回 等一下再讓他說明一下 對 因為我們如果十月要准 十月進到他的戶頭的話 崇洋姐當天要進到戶頭 我們一定是九月 就要完成這樣子的一個 明冊的會整 跟戶頭的會整 那有可能到十月的時候 拿到 進到他戶頭的時候 他在十月幾號 他已經 就是死亡了 或是牽出了 那基本上 就要去把這一塊 追回來的時候 會造成這樣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那麼去年 你們之前發報的時候 有多少例子是怎樣 註據的還多 因為他們有這一條 都不會去查 對 就是 沒有 但是 在當月 會牽出跟死亡 其實這個量 應該是佔所有 48萬的 裡面的很少 很少 很少 那這樣好不好 然後是 第七條 就是主管 依照主管機關 得撤銷 罰 給 就打據點 那 並以書面 行政 困困 嘴角 以受理之理金 就不要寫了 好 這樣吧 這就表示說 如果發錯 不追回咯 我們不要寫啊 我們就不用寫 不寫 他一定要追回 不寫就一定要追回 法律規定一定要追回 所以就在這裡啊 但是他們長年以來 也都沒追啊 但是他們長年以來也都沒追啊 他的辦法 你們就不追啊 他們的辦法寫不追啊 他們也不想追啊 因為他們覺得行政 可以去麻煩 但是他長年就沒有追了 我們就不用寫了 因為你為了追1500啊 他可能要跟他打官司 所以第七條根本就把他刪了算了吧 他們以前的實施辦法 裡面有寫可以不用追 難本是一句寫吧 他們實施辦法 他們還會有個辦法 辦法 如果我們這邊沒有寫 你說撤銷 撤銷這個什麼 撤銷發給 你們可以再辦法來請說 但是你發給怎麼追嗎 這個也不超越了法律的 當然當然 其實 其實冤長如果有撤銷 他就是一個沒有行政主任的狀態下 給予他本來就行到 先行政機關 這也等於是討量成本的效力 只是他們做了這樣的決定 你不能追究 可是這如果我審計要追究的話 你們還是要好會啊 不要 但是他還是這樣 撤銷完就說可以 你可以考得差不多 對啊 可是如果我們明明在自治條例裡面 變成是我們立法機關幫他免除了 對啊 這樣適當啊 他大夫做不怎麼辦 對啊 那我們還幫他免除這樣的責任 變我們 對啊 對啊 他如果說像上次那個軍工校呢 錯了一格 幾十萬人全錯了 對啊 他都不追回 他都昏了 不要寫了 那撤銷資格要不要寫 撤銷資格要不要 撤銷資格要不要啊 撤銷資格是以後的事 撤銷資格要 撤銷資格是當下的事 只是他現在前行政程序麻煩 所以說 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腳以受領 是理經這一部分來講起來 我們是不是就 文姐 我方追回還不追回 我主張不要追啊 那不寫的話 他必須要追喔 會不會 對啊 但是我就是剛剛講 他如果電腦錯誤 發生大規模的錯誤 像那個軍人一樣 幾十萬人 你也不追回 也不去追究他們的責任 那怎麼辦 那我們議會就王八蛋 如果我們第七條列了說 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腳以受領之理經 那我請教法務局員長 這個地方 你可不可以決定不追 還是要追 那我不列你也是要追 那我列了你也要追 你不該回才能追 我們議會不可以幫你去做這個東西 我幹嘛幫你說這樣 你不要追啊 犯錯我赦免你 我千秋萬載 聽了這個法 就以後你犯錯 我千秋萬載 通通赦免 我有這麼偉大嗎 如果照正來講起來 我就覺得個人的看法 就不用繼續他行政裁量 是不是麻煩 就把原條案就留著 並以書面行政處分追腳以受領之理經 就放著 因為他變成非作不可 你現在把他說 我們又不能說不追回 不追回我們其他扛責任 你把這條拿掉 他也還是要追 那就放著這個樣子 那行政裁量 煩不煩 是不是要作業 那就不在我們考來化為之內了 拿掉是讓他們可以偷偷給 沒有拿掉是沒有 沒有拿掉是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並沒有明規定 他要去查核 他就可以 沒有你知道為什麼 沒有 其他的法規有這樣的東西 之前 之前庭管處就有這個案例 五塊錢的停車費 五塊錢的停車費 然後用行政訴訟 用這個 讓被司法上的資源 然後花了很多的錢 這大於那個十塊 十塊 十塊 那個十塊二十塊 所以他們那時候有一個韓信 那你給他寫實 他必須要做 他連雙掛號的錢都超過了 那個錢 你知道嗎 我們維持第七條的原條文 做與不做 是政府自己的事情 他自負自己 付他的法律整容 我們不需要替他 因為那個是公務員服務法 本來就要遵守的規定 也不是我們給了這一條 你就可以去遵守 對啊 就是寫了這一條 沒有其他的體力是這樣的法規嗎 有沒有其他的案例是 其他的法規上面有這樣的 賦予尊回的授權 這一條 這一條還有一個小問題請教一下 不服進行禮經受領者資格主管機關 得 撤銷法北 還可以得不撤 還可以得不撤 所以事實上來講 我們已經給你一個通俄門 給你一個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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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得跟不得 都可以 所以後面那個列的書面行政 處分 追腳以受領之理經 因為我們是得 你可以得追腳 得不追腳 所以我們已經給了你最大的方便 被解決的時候扯 沒被解決 所以說這個得 我覺得不要改成一 它就可以以行政材量權 決定它去追不追 因為這是個得 它不是個一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建議各位同仁 是否就維持原條文 讓他得 讓他自己 不追他家的事 因為法律能得 不追他也沒得 OK 好不好 快點快點 好來 第七條通過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 所需 表格是由社會局併職 第八條可以見 沒有 好 第八條通過 第九條 第九條 本自治條例 所需經費 由社會局併列 預算之因 這裡是把社會局 改成為市政府 改為市政府 改為市政府就好了 就不需要有任務 就改為市政府 修正意見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通過 第八條社會局是這個改的 就是政府 表格也是又市政府 前面 第七條 我們追憶 主管機關機器條 事別改為市政府 對 好 市政府 第七條修正 改為市政府通過 第九條的意思是說 市政府編列 預算是公務預算 你們的意見是什麼 那第八條也是一樣 那個書表格是由市政府定制 修正 公務預算 你們要住民裁員嗎 不用啊 因為他們自己的補充資料 也沒有裁員啊 本身這條綠所需經費 由社會局 原民會面前 不預算執行嗎 跟議員報告 為什麼在市政府 所送的版本裡面 我們沒有特別 支應裁員的部分 是因為它本來就是 我們用要點 跟行政規則 一直行之有連在執行 那所以相關的預算 並沒有膨脹的狀態之下 我們沒有特別的指明 那今天本 因為我知道各位議員 也很辛苦在審議 那作為一個法務單位 我還是要 散見提醒的一個責任 就是 我們目前修正的一個 支持條例 雖然在金錢 在金額的部分 有授權的 可是 如果依照各位議員的期待 恐怕那個 錢的部分 還是要達到數億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 剛剛議員問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叫大額增加 也許我們沒辦法定義 什麼叫大幅增加 但是不知道 如果超過五億 比起 市政府原有四千萬的版本 相信它社會上 看起來應該還是一個大幅增加 那 因此這種狀態之下 還是要請議員 因為這邊考量一下 在我們的財政紀律法裡面 不需要啦 因為我們沒有訂金額 然後打斷 因為這個廢話 我們前面沒有訂金額 只有訂金 所以你可以訂兩百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已經沒有 我們沒有給你金額了 所以它將來就變小了啦 所以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 這邊還是中央 如果我們有一個違法 中央法律 還是有違法之語 那我是覺得 基於府會關係 還是要善盡提醒的一個證明 所以要寫在第九條 是 是 就是到底我們要哪裡籌碩 這個來源 二方面是我要提醒一位 是這裡會變成人民的請求權 我們不能訂一個人民 來給我們請求 我們付出出來的法律 所以還是希望議會給我們一些 我們來討論看看 如果需要市政府協力 剛剛請 謝謝秦議員這裡 他有跟社會局 爬出了一些可能的裁員方向 我覺得這裡 也許我們可以請機關 我們機關這裡回家整理一下 那給議會參考 是不是議員這邊 或者秦議員這邊 可以討論一個 我們讓這個請求權 有一個固定的裁員來源 固定裁員 固定要固定 你像長照它是固定用眼圈 那我們的 我們的育兒津貼 也沒有寫 那議員報告 這個育兒津貼 行之有的狀態下 它一直都是編列公布 它本來就存在 它沒有再提出育兒津貼的時候 它就跑出一個 本來有的 然後你把它弄不見了 然後現在在說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本來有的 28年都有的 你們要去講第八第九條的問題 你們自己去處理 然後送到議會來 然後我們告訴你 參議員在哪裡 好不好 不要再講一些 大家聽不懂 這個義務可能 對啊 這個義務 這個義務跟責任 就是你們要進送給我們 我們議會就來猜 行政機關跟議會都有 我再補充一下 以前有發的 都是行政命令 行政規則 今天我們是要立法 我們立法 就必須要符合地方制度法 財政求證化根法 跟財政紀律法 這三個法條 都要立法明文規定 相對收入來源 這一點必須要在法規裡面 這個法規送上去 可能還是會被中央打槍回來 那有市政府 從 從於捷運公司收入 編列預算之列 報告召集人 不管第八第九條 他們用什麼法 本法絕對金額期考驗 所以我覺得 納入都沒有問題 我就是再次重申 本法絕對金額期檢驗 你們自己用什麼法加進去 你們自己最後是打臉你自己而已 現在市政府有一筆錢 很想把它划光 叫做都市計劃的核對金 五十幾億 可不可以總是想說 現在賣到啊 用到混掉掉 都市計劃 都市計劃開發 他有都市計劃開發 開發核對金 開發核對金 可是可以給孩子最好 對啊 那個錢就是很簡單 那個錢 他現在就是拿來買 公共設施保留地元 用那個錢來 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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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設施 那為什麼不拿來開 有這麼多企劃動機 要開 有這麼多企劃動機 有這麼多企劃 有這麼多企劃 那就是同期銀行要運來 公共設施 怎麼會總是 我們要不一樣 那就是公共設施 我只是呼應文杰說 我只是呼應文杰說 捷運公司 捷運公司 那是敗家子賺不多 那個銀行是我們 有規定它所有的相簿 沒有 這本來講 第九條大概念是什麼 我覺得財源是政府邊界預算 就這樣寫 我會 我會認為這個法條 我們送到中央會不會掌槍 不是 我只希望能夠送到大會 除了法規規就好 除了法規規就好 所以三三的意思是說 要寫一個財源 那就寫捷運公司 那不然寫從觀光局 觀光局 觀傳局 因為觀傳局有一大堆 奇怪怪的預算 其實根本不用 對 我們跟進樓卡增加到12億 都沒有問題 我們真的是自己注意 那個時候 比每一年變多兩億多兩億 你們都有參與關 在最後的條件通過前 我再請教一位同仁 就說 究竟這條本質調理所持經費 由原地長那邊提醒了 比如說邊界上 可能有些困難 上再也提醒了 那我們現在匡列是由市政府邊界預算 支應 同仁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請說 我覺得 我覺得第九條就暫時先這樣列 那反對的同仁就保留大會發言權 因為這個部分 到二讀會 在議會還會再做處理 好啊 一見 好不好 好 那 可以發言嗎 可以發言 沒有沒有 請說 還有一條 請說 等一下再發言 我們把第四條 可是現在只針對第九條 要討論 是針對第九條 因為事實上 剛剛有非常多位議員 已經講了 根據這個地方制度法第七十二表 財政收支劃判法第三十八十一條 還有我們的預算法 都明定說 我們今天如果要通過一個法定的 這個每年的這個給付 他沒有辦法舉債 所以他必須要從金長門去編列這個預算 所以我們應該要明定這個裁員依據 才可以通過這個委員會 那我贊成梁文傑的意見就是 由捷運局編列預算之印 修正吧 我就贊成梁文傑的這個提議就是 由市政府捷運局編列預算之印 公司我修正 第九條 本期提出修正案 支持梁文傑意見 由市政府捷運公司編列預算之印 以上修正 請大家支持 我也很希望是這樣 但這樣對我來講這個不太 不太荒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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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互相關的道德之間 我覺得這部分可以講 我覺得這部分可以講 我是比較建議 因為這一條 這一條我一再的重複 這一條已經都是法條 這條是個政治 浩哥 浩哥 我建議一個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金額其實沒有定 所以他會以後會上下浮動 上下浮動是看什麼 是看我們的財政 所以我是建議說弄一個 譬如說 如果說是由市政府 投資事業之盈與之印 因為我們市政府其實投資了不少 這樣他會說他如果今年他就跟你算一個投資盈與算負的 你就不能加了 他不可能算成負的 他絕對可以啊 因為像富邦銀行 富邦銀行 然後我們捷運也是有賺 我們幼遊卡我們也有賺 我們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賺錢 所以就是我們市政府投資事業的盈與來之印 其實如果我們提及利益而論 文傑提出這個方法來講 就是財源是一定會有 像富邦銀行來講 雖然我們現在持股的比例是不高 是二十上下 但是我們每年從富邦那邊回饋來的錢 就是十幾億 支應這個是確實有餘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修正狀行來講 就是我們匡內一個範圍 我們不動用工部分的基金 我們動用是市政府投資的盈與 這投資的盈與狀行來講 他們在一般的處理上來講 是財經率轉為稅入 那如果他這樣就是不轉為稅入 就轉為這個急禮發放 以今天定律法令之條件來講起來 我們並沒有替市政府增加財源之基礎 我們並沒有替市政府增加支援 我們是利用市政府投資賺的錢 所以文傑的修正動力 我覺得是在目前狀況來講起來 今天同學們非常的費心 我們違得要有足 做這樣的修正 所以我們反而是一個美食 這個時候 報告求明人 報告立法跟您 我這裡補充一下 財經紀律法第五條 它的意思應該是說 就現有的稅入的部分 額外還要再增加 所以在中央 他其實推那個長照法的時候 他的財源是他同步去 他同步去修 就是那個一陣稅的稅率的部分 所以他應該是要額外 就現有的收入以外再去增加 對 那投資的收入它是既有的財源 沒有沒有 投資收入它每天都不一樣 它是既有的 它是既有的營業收入的一個項目 那但是我這邊提到的 就是長照法 那邊提到的財源 是他同時去修一陣稅的稅率 增加稅 對 增加稅收入才能夠去 支應這個新增加的 現金給負責福利 他有什麼新投資 太收入了 我們認真一點 把一卡通 一卡通 一卡通 斷掉了 一卡就賺錢了 對啊 那就是投資啊 幹掉 幹掉 對啊 他自己把已經清兵入關了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 他現在就幹掉不了清兵了 好 這條呢 建議是由 趙秦元建議力 是要由原條文方式修正為 市政普遍率 預算支應還是由 楊文傑議員所提出的建議 由市政府投資事業盈餘 編列預算支應 目前是這兩個方向 請各位同仁提出具體建議 財政局是不是說明一下 如果像楊文傑議員所講的 為投資事業盈餘來支應 會不會違法 你剛剛講的一直是長照法的做法 那是中央長照法他這麼做 但如果我們現在還得是針對於 這個辦法 這個市政條例 我們在經費籌備的 籌資的部分 就是從投資事業的盈餘來指引 到底有沒有明確的 違反現在的所謂法規 沒有這個部分我也順便 一起接著檢驗的話 來請教一下 參議員參議員 就投資事業的盈餘 那投資事業如果沒有盈餘 那你的稅落就不要叫他 突出那個盈餘嗎 所以投資事業的盈餘 是屬於一個浮動數字 他照理正常來講 他可列為市政府財政收入來源之一 但他非法定固定裁員 他如果今天 我像我們今天來講 我像我悠悠卡 他明年出現什麼 他就是收支兩平 然後出現minus 你叫他交盈餘 那他交什麼 那就沒有盈餘 所以你這個裁員 並不是固定裁員 非固定裁員 你是列為裁員之一 非法定固定裁員 你懂的是吧 你的投資事業 非法定固定裁員 但是他是 我們法定固定來源的項目 是你定為法定裁員之一 可是我的定義是 他非法定固定裁員 跟今天你其他的裁員來法 來源的方法不一樣 對啊 就好像今天中央給你的補助 原來是列7億 你現在變成10億 你才多出了4億多 那中央說 我都給你不行嗎 你現在說 你說這是固定裁員 那固定裁員 明年列10億 中央給你2億 那怎麼辦 你說簡略啊 這都不是法定裁員 但是剛剛議員提到的 就是就我們投資的 這一些的項目 他是我們的營業的項目 他是我們投資的營業的項目 所以他是我們固定的 收入的來源 但是當然他的收入 是不是固定的 但是他這個 這個項目是一定固定在的 因為 其實我們第三條還沒有過 第四條已經空白授權了 對啊 所以是不是把第三條 第四條都處理完 之後再回罰看了 這一條有沒有需要 還是一定要有裁員 一定要有裁員 一定要有裁員 沒有啦 這樣子那個財政局你看一下 財政紀律法 第五條的立法理由 裡面講得很清楚 參考預算法 九十一條 被立法委員 以至公立派交求 中央政府各級機關 跟立法委員 提出的法律案 如大幅增加 稅出或減少稅入 應有具體裁員規劃 第二點是地方 所以什麼是大幅 對這是大幅 才有 第二個是地方政府 以應發放為裁付之 非法定現金給付 立法理由 或應自行加碼 法定現金給付 造成龐大之財政負擔 甚至排擠其他正式支出 才參考地方制度法 七十二條財化法 三十八條之一 第二條明定 各地方政府 選擇其他正式支出 他裡面講的是 非法定現金給付 或自行加碼法定現金給付 造成龐大財政負擔 排擠其他正式支出 是不是你這個 會排擠其他正式支出 剛剛講的 文傑說的那個盈餘的部分 你是有做在其他的正式支出了嗎 還是沒有你每年在 依照你收入的狀況 去做相關的支出支應 對 回到大擠過 沒有差 你剛剛講的 如果這個盈餘投資 回來之後 會排擠到其他正式支出嗎 如果按照過去 印象編列的部分 它是會排擠到其他正式支出 那如果各位委員在參考 我們財政區域法第七條 雖然是文字上是有一些 但是可以參考 就是說 各級政府及立法機關 制定或訂定 或是訂定這個 或者是修訂法律 法規或自治法規時 不得增訂固定經費 而付獲比例 好像剛才那個主席這邊 有垂巡到這個部分 或將政府既有收入 當然它這邊是講成立基金 但是這邊有講專管專用 就是說 如果這是政府的既有收入 拿來專管專用 事實上是 以這個法規來講的話 就以財政區域法 第五條的這種精神來講的話 這個是故意 因為剛才講的 除了會排擠之外 這個部分 就既有的收入拿來當作 這個部分 又變成有排擠的部分 拿來轉移做其他支出 是比較不OK的 你剛剛講說 那個政府要增加燕捲 你再說一下 你剛剛不是說 政府要增加燕捲收入 你解釋一下 也許我們可以 從在裡面資訊 你來說明一下 政府它 它長照法的 第十五條裡面 它有講到說 它的裁員有很多項 那其中 有一項是 它把移證稅的稅率 從現在單一稅率10% 那條高到20% 那是裁值三級的累進稅率 那另外它就是 這邊第二條有講到 就是 煙酒稅的部分 那它 每千支是 調高一千元的課稅收入 那下面還有就是 第三項 政府預算多充 那 煙品福利捐 那捐贈 資金 支期收入 跟其他 那這個部分 它現在的這個法律程序是怎麼樣 立法院還沒通過嗎 對不對 通過了 已經通過了 就用這個啊 我跟 我跟各位 我跟 我跟其岸的英文議員 跟所有的各位委員講一下 我是覺得具體建議 在第九條 所以我看第九條 第九條 具體修正 我就剝奪了市政府 所有的小金庫 本質的條例所具的經費 由市政府 公益採電盈餘 於編列預算支應支 公益採電盈餘 每年有十幾億 你們都是給我當成聖誕老公公 亂送 所以直接用公益採電 這個不是法定義 不是法定義算 所以直接用公益採電盈餘 沒有啊 對 而且公益採電盈餘 沒有啊 我們是照顧老人可以啊 有社會福利的都可以 可是公益採電盈餘 拘金它是不穩定的 它是一直在浮動的 買的人都 我知道 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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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一直覺得用採電盈餘基金 去支應這件事情很奇怪 你就要拜託每一天都要有人去買 買財券 沒有 我跟執行議員 我跟執行議員報告 這個公益採電盈餘 我交給許立民的時候 有五十幾億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然後到了許立民的時候 他把他整個 財電盈餘的那個審查機關 從府提降到社會局之後 就水庫大量失水 所以事實上來講 他就是變得 那個是大家提前的一個小金庫 與其讓他自由提前 就放在大家想要頂級 而且這個公益採電盈餘 是放在社會福利集體上來講 他並沒有看到的真理 我同意 但我認為如果 因為過去我不知道是馬市長還是 還是在陳水平市長的時候 他們之前發65歲健保費的補助 給長輩的時候 剛開始就是用這一筆 後來就是被一些團體抗議 身上團體抗議 後來才會編到公務預算裡面 因為他 公益採電盈餘基金 他是要讓市政府去示範很多 比較有彈性的一些社會設施 對於不同的福利類別 那我們現在把很大筆的一筆錢 就從公益採電盈餘基金 馬上拿走了 就讓社會局要去示範這些計劃 說沒辦法啊 我們就沒錢啊 我們公務預算沒有辦法編列啊 然後我們基金也沒有 我反而覺得這是給 你知道 我非常認同 我非常認同檢驗員的講法 但是我就希望大家去檢視 過去這四年 第十二屆議會是怎麼樣 看待著公益採電盈餘 尤其是這麼利用 你去看看他所使用的範圍 你就知道 他真的只有用浮爛使用四個字來形容 你懂得意思嗎 報告趙捷員和這位議員 其實那個公益採電盈餘啊 目前因為採電的銷售狀況不好 所以其實逐年都一直在降低喔 那我們幾乎每一年都是現在的情況 我們每年都是負的 那中央也在提醒我們就是說 過去我們曾經用公益採電盈餘 去支用公務預算的 現在都不能用了 全部要編回來公務預算 所以現在採電盈餘的狀況是這樣 各件事都面臨這個問題 因為採電的銷售熱度已經越來越低 你只收入已經不像四五年前的情況 你這樣報告嗎 中央有禁止你們使用嗎 中央有禁止嗎 中央有禁止嗎 禁止你們使用他的公務預算可以發的東西嗎 他這罰禁預算不得用 不好意思 我一定要發一下言喔 在衛福部裡面 這邊其實有規定 在衛福部的公益採電盈餘 運用原則裡面的第二點喔 他有說 他應以辦理社福利服務為原則 現金給付為例外 所以是不能發給個人現金給付的 所以這裡不能設為裁員 謝謝以上 好 通過我們先回頭看第三條 等一下 現在還要有哪幾條 我們把它挑出來 哪幾條還沒過 第三 第三跟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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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第三個剛好 因為三生要提一個第二款 他提不出來啊 現在看他提出來了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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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老 對 他就是有沒有財富嘛 對不對 對 前向發給對象 市政府的立地辦法 限制一定資產以上 等者治理理資格 這是你提的 一定資產以上 以上長者 只領取資格 然後打上去 就是有 設定員還不能拿 然後他設定員就是 中間收入 中間收入 那他就有 他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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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就是 那這個辦法要 living 我跟你講 不是啊 我是建议两岸并程送去大会表决 我们现在不用帮他们加上这个东西吗 我觉得梁文杰议员 你当议员那么久能知道 这个案子其实一定会召开党团协商 不可能崩下就去到二度去表决 所以协商的时候 协商的时候就可以讨论了 其实这个案子基本上我讲大家都心知肚明 柯文哲如果发我们何旭坐在这边讨论这些东西呢 他就是不发嘛 那不发他有他的政治考量 他要拿年轻人的选票 我知道我听说 你的看法跟我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他是想发 但是他不敢从自己嘴巴出来 所以要借着你的嘴巴 我也无所谓啊 我们是傻瓜 我无所谓啊 我们当傻瓜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坚持跟级念嘛 对啊 那你不想当没有关系啊 你到二度你可以反对啊 对不对 表决就举否决的手 这个案子第一个 我们出了法规会 大家比较资深的委员想一想 他是不是一定会朝野协商 朝野协商不成才会进入到二度 二度呢一定会逐条表决嘛 到时候大家再来代表各自立场去讨论 然后去做表决嘛 那现在议会六十几个议员 谁也不知道谁会举什么手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想民进党党团 恐怕也不敢做出一个党团的一个决议 说哪一条一定要举手反对一条 可能你们我在猜啦 个人猜啦 你们你们大概最后也不会扛责任 你们最后就开放党团自由表决嘛 所以这个案子我觉得我们现在 现在这一个第三条就不用加上去 这个将来到二度你们要加也可以 朝野协商要加也可以 一度我是认为不用加 那反对的人 那我们就保留发言权 或者我们现场就来举手表决也可以啊 反正这个就是政治案件 讲白了 大家各自会自己负责 那我这里做一个请问 就是像威右这个东西来讲 他提出来前向发给对象 市政府的订定办法 限制一定资产以上是涨一整领体资格 事实上是比现在市政府的这样子的方法 他只是用东西收入户来讲是更宽松一点 但是也很容易就掉进了他现在这个坑里头去 那我是觉得是否就像刚刚文姐讲的 把这个也像秦英元讲的 把这条我们现在先突列进去 我们送大会的时候 此案不是我们法律会审完就可以上二度的台 这一定要政治政党协商 协商的时候再看党和事务的态度 不过回应 因为你列上去 那个什么 周一又你列上去 我秦慧珠如果同意这个反省 我们走出去就被打死 我们自己发神经啊 我们弄了半天以后 我们自己就 我们是不是 我们坐在那边发神经啊 有法律会这几个会被打死吗 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有一件表示 要是我们也提论方案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表决他就是负责 不好意思我这边提供 提供一点建议 包含这个 对不起我们要处理了 请就非本会同仁 暂时先不要表来 我们现在要处理了 已经拖了快一点钟 耽误大家很多时间 那这样子我比较 我具体解释 因为参加已经提出了动议 是要求表决 那这个是优先要处理 那如果同仁没有意见 我们是不是就表决 好 我们请千年在场 来说法国会同仁 九位八位在场 那 现在表决的主题是什么 按照主题我现在来说明 就是说 我们按照原提案人条文 以静老李经发号对象 第三条的原条文通过的 原条文通过的 原条文通过的 招姐不好意思 你千五法非委员会有表决过吧 没有表决过 但是从来没有 第一次吧 第一次吧 OK 来 我们是照现在提案人的原条文通过的 我来叙述一下条文内容 静老李经发给对象 为涉及本事 去重案别当然已达三月以上 且于当年十二月三十一 满六十五岁以上是长者 或满五十以上是原住民长者 依照这条接上的原条文通过的同仁 因为现在您提出百分之后 请同仁们 举手 你这样先清点人数 看哪些有表格是个 没有 清点了 久而为到八 到原条文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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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vä 就上ấp 没有 就 送上帝商 蝎上都最续 有过这样的建议 第一權们做个记录 第二杨流 有这样的建议 最后 非常的具备 一定要送正常帝商 然后 beter手 請幫我們今天這個決議 這一條的決議兩岸併程 就是我們這條通過這個審查意見是這個原條文三票 然後修正條文兩票把它記在後面的位置 不是不是 現在很簡單 如果我們現在表決都沒有達到半數的話 我們現在的處理方式就很簡單就是 那我是照原條文通過還是展哥 照我主席的條件是這樣子 但展哥的話這條文就出不了門 出不了門就是你們要天天每個月上來陪我開會 我是用意見的 每個月上來就是這條文在發言 現在目前我是建議說 對 保留大法安全 所以說我也有跟珊珊保留大法安全 出委員會來 同意的已經有過半個的保留大法安全 那我們可以主席重新徵求 因為本案未達過半數 我們重新徵求委員會意見 此案第一個 戰哥下次再開會討論 二就是說我們同意讓這個條文按照草案通過 其他反對者保留大會發言權 就這兩岸再來公決 然後到大會去討論 請議員提出的修正忠義請問同兒們有沒有意見 沒有 沒有意見的話那很簡單 我們照原案的方式通過 但是由於剛剛的表決都沒有過半 所以說我們是否先以此案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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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這樣 對呀 我也不希望這樣 我省案子省那麼久 我從來沒站這樣子 這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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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站哥股就下個月再來 我們一見 下次再討論 好不好 好 第三條的話 如果沒有辦法達成公司 我們先站哥 然後再來看 下一條 第九條 第九條 後來講起來 這條我是覺得 給市民回去 把所有公益產線 過去這四年使用的方法 哪些單位在裡頭拿的錢 通通過列清楚了 通通列清楚了 我看看你的小金庫是怎麼用的 把公益產線 從104年1月1號起 到107年12月31日子 所有局處在裡頭拿的錢 使用的方向 要不符合原則的東西 同一一列出來 還有我 下次再提出 我希望社會局還是能夠去想一下 要給我更其他的地方 不要這樣子 不要到最後真的用到公益彩券 你繼續 這個 謝謝簡易委員 那個 相關招結人要求的那個部分 我們會把公益彩券 有餘的相關列表都列出來 不過這邊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公益彩券的那個 機用要點是中央的法令 它規定的 就是非法定的社服預算 是不能用公益彩券的 那這個部分可能也是要 這個法通過了就是法定的 中央的法令 不是地方 地方法令要用地方的預算 反正就是你 我們現在列的私底邊的預算 但是我只要求下個代 你要把公益彩券的 大家一起來解釋 還有他今天想的一大堆 那些其他的錢 那些也把它列清楚 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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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益彩券 就負責把其他相關的那些預算 對 第九條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請市政府 把所有你這些年來 稅收 稅收比較寬列的 法定的這個稅收的公益 列一個清策看一下 第二個是 社會局的提供那個 公益彩券的東西 我們來做一個參考 以及你從104 1月1號到107的 12月37號 你所執用的原則 比例 以及是否每一筆都符合 你所謂的 中央法令的需求 好不好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這兩條戰 不過其他的是 所有的台灣 公共審查通過 今天會議 投入一些吧 謝謝 上會 下次繼續審 下次繼續審 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